置身室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栏小欢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前言从了解现状开始,这本书讲的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故事,其中有让我们骄傲的繁华,也有让我们梦碎的房价。 这本书写给大学生和对经济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希望能帮他们理解身边的世界,从热闹的政经新闻中看出些门道,从乏味的政府文件中觉察出些机会。 本书主角既不是微观的价格机制,也不是宏观的经济周期,而是政府和政策,内容脱胎于我在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课程讲义。 我剔除了技术细节,尽量用通俗的语言讲述核心的内容和观念,在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所以我们不可能脱离政府谈经济。 必须深入了解这一政治经济机体如何运作,才可能对其进行判断。 我们生活在这个机体中,我们的发展有赖于对这个机体的认知。 要避免把博来的理论化成先入为主的判断,看到现实与理论不符,便直斥现实之非,进而把要了解的现象变成了讥讽的对象,否则就丧失了同情的理解的机会。 我国的政治经济现象非常复杂,不同的理论和信息都只能反映现象的不同侧面,至于哪个侧面有用,由读者决定。 对从事经济实务工作,如金融和投资的读者,我希望能帮助他们了解日常业务之外的政治经济背景。 这些背景的变化往往对行业有深远的影响。 对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由于他们所学的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脱节严重,我将中国政府作为本书分析的主角,希望可以帮助构建二者之间的桥梁。 对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他们读懂国家政经大事和新闻。 本书注重描述现实,注重解释是什么和为什么。 当不可避免涉及怎么办的时候,则注重解释当下正在实施的政策和改革。 对读者来说,了解政府认为应该怎么办,比了解国认为应该怎么办,重要得多。 本书结构与数据说明。 本书以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为主线,分上下两篇。 上篇解释微观机制,包括地方政府的基本事务、收入、支出、土地融资和开发、投资和债务等。 下篇解释这些微观行为对宏观现象的影响,包括城市化和工业化、房价、地区差异、债务风险、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国际贸易冲突等。 最后一张提炼和总结全书内容。 本书力求简明恶药,突出主要逻辑和重点事实,不会过多展开细节。 有兴趣深究的读者可以参考每张目为扩展阅读中推荐的读。 本书使用了很多数据,若处处标注来源,会影响阅读。 所以对于常见数据,如直接来自中国统计年间或万德数据库中的数据,我没有标注来源,但读者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 只有那些非常用数据或转引自他人研究的数据,我才注明出处。 本书虽为大众读者所写,但严格遵循学术规范,使用了大量前沿研究成果,可用作大学相关课程的参考资料。 与各章节内容相匹配的课件,可通过扫描本书前乐口的二维码获取。 感谢。 本书使用的数据和文献跨度很大。 已用的260多种文献中,绝大多数发表于2010年之后。 假如没有近些年本土经济学研究的飞速发展,没有海外对中国经济研究的日渐深入,我不可能整理出这么多素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重镇,向来重视制度和历史分析,也积极参与现实和政策讨论。 我对中国经济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是在这里开始的。 学院几乎每周都有实书场报告,既有前沿学术探讨和热点政策分析,也有与业界和政府的交流讨论。 在这种氛围中,研究者自然而然会关注现实问题。 本书几乎每一章的主题,复旦的同事都有研究和著述,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 在复旦工作的六七年中,我几乎每周都参加陈昭和陆明等同仁组织的学习讨论小组,本书中的很多想法都远于这些讨论。 2017至2018年,我做了大量实地调研,与很多企业家、投资人和政府官员交流。 这些经历影响了本书的视角和框架。 感谢在这个过程中帮助过我的很多领导和业界精英。 本书涵盖的主题跨度很大,在写作和学习过程中,我请教了很多同事,他们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和鼓励。 尤其要感谢陈硕、陈廷、董峰、刘志阔、吴乐民,他们仔细阅读了本书的初稿章节,提供了大量宝贵建议。 感谢我的教学和研究助理,拜敏阳、丁关祖、李松同学,他们帮我收集了很多数据。 同样也感谢那些帮我审读书稿的聪慧可爱的同学,他们阅读了部分章节的初稿,在内容编排和文字上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 最后,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诗迹文景的钱敏、贾忠贤、曹迪辉三位编辑老师。 他们的专业素养是这本书质量的保证,他们的专业精神和对出一本好书的热情与执着,让我感动。 本书的一切错漏之处都归我自己。 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争取有机会再版时改正。 上篇,微观机制。 地方政府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一环,事物繁杂,自主权力很大。 本篇第一章介绍决定地方事务范围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不会经常变化,所以地方政府要办的事,要花的钱也不会有巨大变动。 一旦收入发生大幅变动,收支矛盾就会改变政府行为。 第二章介绍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前因后果。 这次改革对地方政府影响深远,改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催生了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资金来源。 第三章和第四章详细介绍其中的逻辑、机制、案例,同时解释地方政府的债务和风险,以及相关改革。 这些内容是理解下篇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 第一章,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中学时,我听过一件事,一直记着美国就算只把加州单拿出来,也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 当时我想,美国有50个州,那真是富强的难以想象。 后来我才知道,加州的GDP占美国GDP总量的15%,是美国的第一经济大州,远超其他州。 不过这种类比和好记,我现在也常在课堂上套用广东和江苏相当于世界上第13和第14大经济体,超过西班牙和澳大利亚。 山东,浙江,河南每一个单独计算都是世界前20大经济体,其中,河南仅次于荷兰。 几年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创业团队想进入中国市场。 公司做汽车智能驾驶配件,小有规模,势头不错。 两个创始人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有全球眼光,想在新一轮融资时,一入中国的战略投资者。 当时我正为湖北省政府的投资基金做咨询,就给两人介绍了湖北总体及武汉的汽车产业情况。 他们是头一次来中国,对湖北完全没概念。 于是我就套用了上述类比湖北的GDP总量与阿根廷相当,所以湖北省投资基金类似于阿根廷的主权基金。 两人一听眼睛就亮了。 几年时间一晃而过,2019年,湖北的GDP已经接近瑞士,而阿根廷却再次陷入衰退,其GDP已不足湖北的七成。 我国规模超大,人口、面积、经济总量都与一个大洲的体量相当。 各省份的规模也大都抵得上一个中型国家,且相互之间差异,极大新疆的面积是海南的47倍。 广东的人口是西藏的33倍,GDP总量是后者的62倍。 北京的人均GDP是甘肃的5倍。 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远大于美国各州。 美国最富的纽约州人均GDP也不过是最穷的密西西比州的2.3倍。 一、不仅如此,我国各地风俗、地理、文化差异也大,谨方言就有上百种,治理难度可想而知。 要理解政府治理和运作的模式,首先要了解权力和资源在政府体系中的分布规则,既包括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分布,也包括同级政府间的横向分布。 本章将介绍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基本逻辑。 第一节节要介绍行政体系的几个特点。 第二节至第四节结合实际情况,详述事权划分三原则,外部性和受益范围原则,信息复杂性原则,激励相容原则。 二、第五节介绍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工作。 发展经济是政府的核心任务,而招商引资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手段,所设具体事务,既深且广,远超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的讨论范畴。 了解招商引资是理解地方政府深度融入经济发展过程的起点。 第一节,政府治理的特点。 图一杠一描绘了中国的五级政府管理体系中央省市县区乡镇。 这一体系从历史上的中央省郡县三级体系演变而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省以下设了专区或地区。 20世纪50年代开始试行以试管线,但在改革开放之前,试的数目不足200个。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1983年开始,以试管线在全国推行。 大多数地区都改成了地级市,城市数目大幅增加到600多个图一杠一中地级市与县级市之河。 三,目前依然存在的地区,大都在地广人稀的边疆省份,面积很大,如类蒙古的西林郭勒蒙和新疆的阿克苏地区。 在县乡一级,地质时期的地方,今应自治体制,所谓皇权不下县,随地质瓦解而终结。 民国至新中国初期,政权逐渐延伸到了县以下的乡镇和城市的街道。 在乡以下的村落,则实行村民自治,因为行政能力毕竟有限,若村落也建制,那财政供养人口又要暴涨一个数量级。 图一杠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2018年,注括号中的数字为对应的行政单位数目、单位、各。 资料来源民政部网站,现实情况当然远比简化的五级复杂。 比如,同样都是地级市,省会城市与一般城市的政治地位与经济资源完全不同。 再比如,同样都是县级单位、县级市、县、市匣区之间也有重大差别。 在土地和经济事务上,县级市的权力比县大,而县的权力又比一般市匣区大。 这五级体系也在不断改革,如近些年的撤县设市、撤县社区、省值管县、撤厢设阵等。 即使在省级层面上也持有重大变革,如1988年设立海南省、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 而最近几年提出的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也会对现有行政区域类的权力和资源分配产生深远影响。 我国政府体制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且不断发展变化,非常复杂,研究专注汗牛冲动。 本章结尾的扩展阅读会推荐几本相关读物,本节指简要介绍几个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体制特点。 中央与地方政府 央帝关系历来是研究很多重大问题的主线。 一方面,维持大一统的国家必然要求维护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 另一方面,中国之大又决定了政治体系的日常运作要以地方政府为主。 历史上,央帝间的权力平衡需要各种制度去维护,一旦失控,王朝就可能分裂甚至覆灭。 小说《三国演义》以话说天下大事,分酒必合,合酒必分开头,正体现了这种平衡之难。 按照历史学家葛建雄的统计,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到1911年清朝结束。 我国统一,即基本恢复前朝疆域,且保持中原地区相对太平均的时间不过950年,占这一历史阶段的45%,而分裂时间则占55%,可见维持大一统国家并不容易。 四,如今,央帝关系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宪法中。 现行宪法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了国体和政体,紧接着第三条便规定了央帝关系的总原则,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这是一条高度抽象和灵活的原则,之后的章节会结合具体内容来展开讨论。 党和政府 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是政治生活的主题。 简单说来,党负责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政府负责执行,但二者,在组织上紧密交织,人员上高度重叠,很难严格区分。 本书主题是经济发展,无需特别强调党政治分,原因有三。 其一,地方经济发展依托地方政府。 地方党委书记实质上依然是地方官,权力通常无法超越本地。 其二,制约政府兼事权划分的因素,也制约着各级党委的分工。 比如,信息沟通既是困扰上下级政府的难题,也是困扰上下级党委的难题。 所以在讨论事权划分原理时,无需特别区分党和政府。 其三,地方经济事务由政府部门推动和执行。 虽然各部门都有党委领导,但地方上并无常设的专职党委机构来领导日常经济工作。 假如本书主题是法治建设,那这种党政部分的分析框架就不准确,会遗漏关键党委机构的作用,比如政法委和纪委。 六,条块分割,多重领导。 我国政治体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层层复制中央的主要政治架构,即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省、市、县三级都完全复制,即所谓四套班子。 中央政府的主要部委,除外交部等个别地外,在各级政府中均有对应部门,比如中央政府有财政部,省政府有财政厅,市县政府有财政局等。 这种从上到下的部门垂直关系,被称为条条,而横向的以行政区划为界的政府,被称为快快。 大多数地方部门都要同时接受条条和快快的双重领导。 拿县教育局来说,既要接受是教育局的指导,又要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通常情况下,条条关系是业务关系,快快关系才是领导关系,因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可以决定人事任免。 上级领导与协调 在复杂的行政体系中,权力高度分散在各部门,往往没有清晰的法律界限。 所以,一旦涉及跨部门或跨地区事务,办起来就比较复杂,常常理不清头绪,甚至面对相互矛盾的信息。 部门之间也存在互相扯皮的问题,某件事只要有一个部门反对,就不容易办成。 尤其当没有清楚的先例和流程时,办事人员会在部门之间踢皮球,或者干脆推给上级,所以权力与决策会自然而然向上集中。 制度设计的一大任务就是要避免把过多决策推给上级,减轻上级负担,提高决策效率。 所以,体制内简化决策流程的原则之一,就是尽量在能达成共识的最低层级上解决问题。 7. 若是部门事务,本部门领导就可以决定。 若是经常性的跨部门事务,则设置上级分管领导甚至领导小组来协调推进。 比如经济事务,常常需要财政、工商、税务、发改委等多部门配合,因为发展经济是核心任务, 所以地方大多有分管经济的领导,级别通常较高,比如常务副市长,一般是市委常委。 8. 官僚体系 所有规章制度都必须由人来执行和运作。 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人手中,效果可能完全不同,所以无论是国家还是公司,人事制度都是组织机构的核心。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出完善、专业、复杂的官僚体系的国家。 早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各国就已开始通过军工和学问等渠道来吸纳人才,且官职不可继承,逐渐削弱由血缘关系决定的贵族统治体系。 唐朝以后,以科举为基础,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庞大官僚体系,成为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支柱之一。 8. 科举选拔出的官僚,既为政治领导,也为道德表率,不仅是政治体制的核心,也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统一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在体。 这一体系的三大特点延续至今,官员必须学习和贯彻统一的意识形态。 官员由上级任命,地方主官需要在多地轮换任职。 在维持大一统的前提下,这些特点都是央帝关系平衡在人事制度上的体现。 总的来说,我国有一套立足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政治制度。 像所有政治制度一样,实际的权力运作与纸面的规章制度并不完全一致,但也绝不是任性随意的。 在任何体制下,权力运作都受到两种约束做事的能力及做事的意愿。 前者取决于掌握的资源,后者取决于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这些约束条件的影响。 第二节,外部性与规模经济。 地方政府权力的范围和边界由行政区化决定。 我国实行属地管理,地方事权与行政区化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先从行政区化角度来分析权力划分。 影响行政区化的首要因素是外部性,这是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行为影响到了别人。 在公共场合抽烟,让别人吸二手烟是负外部性。 打流感疫苗,不仅自己受益,也降低了他人的感染风险,是正外部性。 一件事情该不该由地方自主决定,可以从外部性的角度来考虑。 若此事只影响本地,没有外部性,就该由本地全权处理。 若还影响其他地方,那上级就该出面协调。 比如市里建个小学,只招收本市学生,那市里就可以做决定。 但如果本市工厂污染了其他城市,那排污就不能只有本市说了算,需要省力协调。 如果污染还跨省,可能就需要中央来协调。 因此行政区域大小,应该跟政策影响范围一致。 若因行政区域太小而导致影响外溢,需要上级协调的事情过多,本级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反过来讲,行政区化也限定了地方可调配的资源,限制了其政策的影响范围。 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边界 按照经典经济学的看法,政府的核心只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比如国防和公园。 这类物品一旦生产出来,大家都能用,用的人越多就越划算,因为建造和维护成本也分开得越薄,这就是规模经济。 但绝大部分公共物品只能服务有限人群。 一个公园虽然免费,但人太多就会拥挤,服务质量会下降,且住得远的人来往不变,所以公园不能只建一个。 一个城市总要划分成不同的曲线,而行政边界的划分跟公共服务影响范围有关。 一方面,因为规模经济,覆盖的人越多越划算,政区越大越好。 另一方面,受制于人们获取这些服务的代价和意愿,政区不能无限扩大。 九,这道理看似不起眼,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现象,小到学区划分,大到国家规模。 比如,古代王朝搞军事扩张,朝廷就要考虑扩张的限度。 即便有实力,是否就越大越好?政府职能会不会鞭长莫及? 边远地区的人是否容易教化和统治? 汉武帝时武功极胜,但对国家资源的消耗也大。 等到其子朝地纪委,便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掩铁会议,辩论武帝时的种种国策,其会议记录就是著名的掩铁论。 其中,地广第十六中,就有关于国土扩张的辩论。 反对方说,秦之用兵,可谓吉矣,蒙田斥敬,可谓原矣。 基于蒙田之赛,历俊献扣鲁之地,地迷远而民之劳,张谦通书远,纳无用,俯库之葬。 由于外国,意思是边远之地物产没什么用,人也野蛮,而且那么远,制度也不容易实施,实在没必要扩张。 这些话颇有道理,支持方不易反驳,于是就开始了人身攻击。 十,其实按照我们的理论,人身攻击大可不必,若想支持扩张,多说说规模经济的好处便是。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十三个州需要决定是否建立一个中央联邦政府。 反对的人不少,毕竟刚打跑了英国主子,何必马上给自己立个新主子。 所以,赞同的人就得想办法说服民众,宣传联邦的好处,他们写了不少文章,这些小文章后来就成了美国的国民经典联邦党人文集。 其中,编号第十三的文章出自汉密尔顿之手,正是讲一个大政府比十三个小政府更省钱的道理,也就是规模经济。 政府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也与技术和基础设施有关。 比如,新闻联播,是不是所有人都有电视或网络可以收看? 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听懂普通话? 是不是所有人的教育水平都能听懂基本内容? 这些硬件和软件的基础非常重要。 所以,秦统一六国后,立刻就进行了车同轨、书同文以及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的改革。 以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和边界为切入点,也可以帮助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分工上的一些差异。 比如,国防支出几乎全部归中央负担,因为国防体系覆盖全体国民,不能遗漏任何一个省。 而中小学教育受制于校舍和老师等条件,规模经济较小,主要覆盖当地人,所以硬件和教师支出大都归地方负担。 但教材内容却不受物理条件限制,而且外部性极强。 如果大家都背诵李白、布福、司马迁的作品,不仅能提高自身素养,而且有助于彼此沟通,形成共同的国民意识,在一些基本问题和态度上达成共识。 所以,教育的日常支出虽由地方负责,但教材编制却由中央主导,教育部投入了很多资源。 2019年底,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加强了国家统筹,对思想政治、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课程教材,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核、统一使用。 假如各个市、各个县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性质和内容都差不多,基础设施水平也没什么差异,那各地的行政区划面积是不是就该相等呢? 当然也不是,还要取决于影响公共服务效果的其他因素。 人口密度、地理与文化差异。 第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密度。 我国幅员辽阔,但人口分布极不平衡。 如果从黑龙江的爱辉、金黑河市南到云南的腾冲之间划一条直线,把国土面积一分为二,东边占了43%的面积却住了94%的人口。 而西边占了57%的面积却止住了6%的人口。 十一,西边人口密度比东边低得多,行政单位面积自然就大得多。 面积最大的四个省级单位——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都在西边。 合计占国土面积的一半。 新疆有些地区的面积比东部一个省的面积还要大,但人口却尚不及东部一个县多。 十二,按人口密度划分行政区域的思路非常自然。 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需要成本,人多,不仅税收收入多,而且成本能贪薄,实现规模收益。 人口稠密的地方,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就可以服务足够多的人,实现规模收益,因此行政区域面积可以小一些。 而地广人稀的地方,行政区域就该大一些。 中国历代最重要的基层单位是县,而县域的划分要依据人口密度。 这是早在秦汉时期就定下的基本规则之一,所谓民筹则减,西则矿,汉书,百官公经表。 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行政区域的面积应该越变越小,数目则应该越变越多。 所以,随着古代经济中心和人口从北方转移到南方,行政区化也就慢慢从北密南西变成了南密北西。 以江西为例,西汉时辖十九县,唐朝变成三十四县,南宋时更成为梁氏主产区,达到六十八县,清朝进一步变成八十一县。 十三,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地理条件。 古代交通不变,山川河流也就成了行政管理的自然边界,历史地理学家称之为随山川行变。 由唐朝开国后提出燃天下出定,权制周俊颇多,太宗元年,使命,并省,又因山川行变,分天下为十道,新唐书,地理制。 所谓十道,基本沿长江,黄河,秦陵等自然边界划分。 唐后期演化为四十余房镇,很多也以山川为界,比如江西和湖南就以罗霄山脉为界,延续至今。 现今省界中仍有不少自然边界,海南自不必说,山西,陕西以黄河为界,四川,云南,西藏则以长江,金沙江为界,湖北,重庆以乌山为界,广东,广西则共属岭南。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语言文化差异。 汉语的方言皆有差异,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也有差异。 若语言不通,政务管理或公共服务可能就需要差异化,成本会因此增加,规模收益降低,从而影响行政区域划分。 当然,语言差异和地理差异高度相关。 方言之形成,多因山川阻隔而交流有限。 世界范围内,一国弱地形或市耕土地分布变异大,人口分布就比较分散,国内的语言变异往往也就更丰富。 十四,我国各省间方言不同,影响了省界划分。 而省内市县之间,口音也常有差异,这影响了省内的行政区化。 浙江以无语方言复杂多变文明,而无语方言的分布与省内地市的划分高度重合,台州属于无语台州片,温州属于欧江片,金华则属于乌州片。 通一市内,语言文化分布也会影响到区线划分。 杭州下辖的淳安和建德两县,属于宛南的灰文化和灰语区,而其他县及杭州市区,则属于无语区的太湖片。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对比行政区画地图与中国语言地图级,非常有意思。 理解了这些因素,就能理解很多政策和改革。 比如,随着经济活动和人口急剧,需要打破现有的行政边界,在更大范围内提供无缝对接的标准化公共服务。 所以,就有了各种都市圈的规划,有些甚至上升到了国家战略,比如长三角一体化,经经济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 再比如,地理阻隔不利沟通,但随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行政区画也可以简化,比如撤线社区。 此外,理解了方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也就理解了推广普通话和共同的文化历史教育对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性。 当然,无论是人口密度、地理还是语言文化,都只是为理解行政区画勾勒了一个大致框架,无法涵盖所有复杂情况。 其一,人口密度变化频繁,但行政区域的调整要缓慢得多。 虽然一些人口流入地可以撤线建区来扩张城市,但人口流出地却很少因人口减少去裁撤行政单位,一般只是合并一些公共设施来降低成本,比如撤并农村中小学。 其二,古代行政区画除随山川形变外,也遵循犬牙交错原则,即为了政治稳定需要,人为打破自然边界,不以天险为借来划分行政区,防止地方势力依天险制造分裂。 元朝在这方面走了极端,设立的行省面积极大,几乎将主要天险完全消融在各行省内部,但效果并不好。 其三,方言与文化区域经常被行政区画割裂。 比如,客家化虽是主要方言,但整个客家化大区被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分割。 再比如有名的苏南、苏北之分、苏州、无锡、长州本和浙江一样同属无语区,却与蒋江淮官化的苏北一道被划进了江苏省。 行政交界地区的经济发展 我国经济中有个现象,处在行政交界,尤其是省交界处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 省级的陆路交界线共66条,总长度5.2万公里,按边界两侧各15公里计算,总面积约1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 然而,在2012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线中,却有超过一半位于省交界处,贫困发生率远高于非边界线。 15.这一俗称三不管地带的现象,也可以用公共物品规模效应和边界的理论来解释。 首先,一省之内以省会为政治经济中心,人口最为密集,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效应最为显著。 但几乎所有省会,除南京和西宁外,无意临近省边界,这种地理距离限制了边界地区获取公共资源。 其次,省边界的划分与地理条件相关。 诸多省界线位于山区,坡度平均要比非省界线高35%不利于经济发展,比如山西、河北边界的太行山区、江西、福建边界的武夷山区、湖北、河南、安徽边界的大别山区等。 再次,省界划分虽与方言和地方文化有关,但并不完全重合。 一省之内主流文化一般集中在省会周围,而省界地区往往是本省的非主流文化区,其方言也有可能与主流不同。 比如江西、福建、广东交界处的客家化区与三省主流的干语、民语、粤语都不相同。 再比如安徽北部,基本属于河南、山东一脉的中原关化区与省内主流的江淮关化不同。 这些边界地区在本省之内与主流文化隔阂,而与离省同文化区的交流又被行政边界割裂,不利于经济发展。 16.这些因素在民国时期已存在,所以三不管地带才为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广阔空间。 家喻户晓的革命圣地井冈山就位于湖南、江西交界处的罗霄山脉之中。 其他很多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也在省界处,比如闪甘宁边区、禁茶济边区、鳄玉碗边区、湘鳄干边区等。 红军长征中非常重要的四度赤水就发生在川前滇边界的赤水河地区。 17.从公共物品角度看,边界地区首先面临的是基础设施如道路网络的不足。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省边界处的断头路并不罕见。 1992年,我从内蒙古乘车到北京,途经山西和河北,本来好好的路,到了省界处路况就变差,常常要绕小道。 若是晚间,还有可能遇到路坝。 即使到了2012年,路网交通中的边界效应省界地区路网密度较低,依然存在,虽然比以前改善了很多。 即使在排除了经济发展、人口密度、地形等因素之后,边界效应也还是存在的。 不过,只限于由省政府投资的高速公路和省道中,在由中央政府投资的国道和铁路中则不存在。 可见,省政府不会把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到边界地区。 18,随着经济发展和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突飞猛进,如今省接触的交通已不再是大问题。 另一个曾长期困扰边界公共治理的问题是环境污染,尤其是跨省的大江、大河、大湖,比如淮河、黄河、太湖等流域的污染。 这是典型的跨区域外部性问题。 直到中央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并且在15和1015规划中明确了降低水污染的具体目标之后,水质才开始显著改善。 但省接触的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 一些省份把水污染严重的企业集中到了本省边缘的下游区域。 虽然本省的平均污染水平降低了,下游省份的污染却加重了。 19.跨区域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跨区域的共同上级来协调。 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区域不仅要做横向划分,也要做纵向的上下级划分。 下级之间一旦出现了互相影响,难以单独决断的事物,就要诉诸上级决策。 反过来看,各级政府的权利都是由上级赋予的,而下放哪些权利也和外部性有关。 在外部性较小的事物上,下级一般会有更大角色权。 虽然从原则上说,上级可以干预下级的所有事物,但在现实工作中,干预与否,干预到什么程度,能否达到干预效果,都受制于公共事物的外部性大小,规模经济,跨地区协调的难度等。 行政边界影响经济发展,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现象今天依然存在,尤其在生产要素市场上,用地指标和户籍制度对土地和人口流动影响很大。 从长期看,消除这种现象需要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 但在中短期内,调整行政区化,扩大城市规模,乃至建设都市圈也能发挥作用。 目前的行政区化际层次古代社会和计划经济时期,并不能完全适应工业与现代服务业急速的发展和急剧。 而且,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极大的大国,建设产品和要素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必然是个长期过程,难免要先经过区域性整合。 区域性整合的基本单位是城市,但在城市内部,首先要整合城乡。 在市管线体制下,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工业和服务业为经济支柱的市区和以农业为主的县城之间,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差别会越来越大。 调和不同需求,利用好有限的公共资源,就成了一大难题。 改革思路有二冒号一是加强县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弱化其与市区的联系。 第二章将展开讨论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扩权强县、撤县设施、省值管县等。 二是扩张城市、撤县社区。 1983至2015年,共有92个地级市撤并了134个县或县级市。 二是,比如北京市原来就8个区,现在是16个,后来的8个都是由县改区, 如通州区、原通县和房山区、原房山县。 上海现有16个市辖区,青土、凤贤、松江、金山等区也是撤县社区改革的结果。 撤县社区扩张了城市面积,整合了本地人口,将县城很多农民转化为了市民, 有利于充分利用已有的公共服务,发挥规模收益。 很多撤县社区的城市还吸引了更多外来人口。 二十一,这些新增人口扩大了市场规模,刺激了经济发展。 撤县社区也整合了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土地资源。 随着区县合并,市郊县的大批农村土地被转为城市建设用地,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 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城乡土地制度大不相同, 产生了很多矛盾和冲突,之后张杰会详细讨论。 第三节,复杂信息。 中国有句老话叫山高皇帝园, 常用来形容本地当权者,自以妄为,肆无忌惮, 因为朝廷不知情,也就管不了,可见信息对权力的影响。 行之有效的管理,必然要求掌握关键信息。 然而,信息复杂多变, 持续地收集和分析信息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代价不小。 所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或者说能以更低代价获取信息的一方, 自然就有决策优势。 信息与权力 我国政府各层级之间的职能基本同构,上级领导下级。 原则上,上级对下级的各项工作都有最终决策权, 可以推翻下级所有决定。 但上级不可能掌握和处理所有信息, 所以很多事务实际上由下级全权处理。 即使上级想干预,常常也不得不依赖下级提供的信息。 比如上级视察工作,都要听取下级汇报, 内容是否可靠,上级不见得知道。 如果上级没有独立的信息来源, 就可能被下级牵着鼻子走。 所以,上级虽然名义上有最终决定权, 拥有形式权威, 但由于信息复杂,不易处理, 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 维护两类权威的平衡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关键。 若下级有明显信息优势, 且承担主要后果, 那就该自主决策。 若下级虽有信息优势, 但决策后果对上级很重要, 上级就可能多干预。 但上级干预可能会降低下级的工作积极性, 结果不一定对上级更有利。 22. 以国企改革为例 一家国企该由哪一级政府来监管? 该是央企、省属国企, 还是市属国企? 虽然政府名义上既管辖本级国企, 也管辖下级国企, 但下级国企实际上主要由下级政府管辖。 在国企分级改革中, 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如果企业离上级政府很远, 交通不便, 且企业间差异又很大, 上级政府就很难有效处理相关信息, 所以更可能下放管辖权。 但如果企业有战略意义, 对上级很重要, 那无论地理位置如何, 都有上级管辖。 23. 在实际工作中, 上级干预和下级自主之间, 没有黑白分明的区别, 是个程度问题。 工作总要下级来做, 不可能没有一点自主性。 下级也总要接受上级的监督和评价, 不可能完全不理上级意见。 但无论如何, 信息优势始终是权力运作的关键要素。 下级通常有信息优势, 所以如果下级想办某件事, 只要上级不明确反对, 一般都能办, 即使上级反对也可以变通着干, 所谓现关不如现管。 如果下级不想办某事, 就可以拖一拖, 或者干脆把皮球踢给上级, 频繁请示, 让没有信息优势的上级来面对决策的困难和风险, 最终很可能就不了了之。 即使是上级明确交代的事情, 如果下级不想办, 那办事的效果也会有很大的弹性, 所谓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实际权威来自信息优势, 这一逻辑也适用于单位内部。 单位领导虽有形式权威和最终决策权, 但具体工作大都要求专业知识和经验, 所以专职办事的人员实际权力很大。 比如古代的官和吏, 区别很大。 唐朝以后, 官基本都是科举出身的读书人, 下海岛地方任职几年, 大多根本不熟悉地方事务, 所以日常工作主要依靠当地的力。 这些生于司长余司的力, 实际权力大得很, 是地方治理的支柱, 不但不受官员调动的影响, 甚至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 青人诸克敬民安杂史中, 有一位力的自我定位如下, 凡属逝者如客, 部属如车, 我被如玉, 唐司官如罗, 编织左右而已。 意思是说, 衙门就像车, 来办事就像坐车, 当官的是罗子, 我们才是车把事。 决定车的方向。 24. 信息复杂性和权力分配 是个普遍性的问题, 不是中国特色。 在各国政府中, 资深技术官僚都有信息优势, 在诸多事务上, 比频繁更换的领导实权更大。 比如英国的内阁部门长官 随内阁选举换来换去, 而各部中工作多年的常务次官 Permanent Secretary 往往更有实权。 著名的英国政治喜剧是 大臣, YES, Minister正式讲述新上任的大臣 被常务次官耍的团团传的故事。 上节讨论过的 限制公共服务范围的诸多因素, 如人口密度, 地理屏障, 方言等, 也可以视作收集信息的障碍。 因此, 信息不仅可以帮助理解上下级的分权, 也可以帮助理解评级间的分权。 行政区化, 不仅受公共服务规模经济的影响, 也受获取信息比较优势的影响。 信息获取与隐瞒 获取和传递信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 上级要不断向下传达, 下级要不断向上汇报, 平级要不断沟通, 所以体制内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山汇海。 作为信息载体的文件和会议也成了权力的载体之一, 而一套复杂的文件和会议制度就成了权力运作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国政府上下级之间与各部门之间的视权, 大都没有明确的法律划分, 主要依赖内部规章制度, 也及各类文件。 为了减少信息传递的失真和偏误, 降低传递成本, 文件类型有严格的区分, 格式有严格的规范, 报送有严格的流程。 按照国务院2012年最新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以下简程条例, 公文共分15种, 既有需要下级严格执行的决定和命令, 也有可以相对灵活处理的意见和通知, 还有信息含量较低的含和纪要等。 每种公文的发文机关、 主送机关、紧急程度以及密集都有严格规定。 为了防止信息泛滥, 公文的发起和报纵要遵循严格的流程。 比如说, 条例规定, 涉及多个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 部门之间为协商一致的, 不得向下行闻, 这也是为了减少产生无法落实的空头文件。 会议制度也很复杂。 什么事项该上什么会, 召集谁来开会, 会议是以讨论为主还是需要做出决定, 这些事项在各级政府中都有相应的制度。 比如在中央层面, 就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中央政治局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等。 因为关键信息可能产生重大实际影响, 所以也可能被利益相关方有意扭曲和隐瞒, 比如地方的GDP数字。 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国务院每年都有GDP增长目标, 所以GDP增长率的高低 也是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 25绝大部分省份公布的增长目标都会高于中央, 而绝大多数地市的增长目标又会高于本省。 比如2014年, 中央提出的增长目标是7.5%, 但所有省设定的目标均高于7.5%, 平均值是9.7%。 到了市一级, 将近九成的市级目标高于本省, 平均值上涨到10.6%。 26这种层层加纳现象的背后, 既有上级层层施压和摊派的因素, 也有下级为争取表现而主动加压的因素。 但这些目标真能实现吗? 2017至2018年两年, 不少省份如辽宁、 内蒙古、 天津等主动给GDP数字, 及水分, 幅度惊人, 女见报端。 因为下级可能扭曲和隐瞒信息, 所以上级的监督和审计就非常必要, 既要循式督查工作, 也要监督审查官员。 但监督机制本身也受信息的制约。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国家土地督查制度。 城市化过程中, 土地价值飙升, 违法现象、 越权批地、 非法占用耕地等层出不穷, 且违法主体很多是地方政府或相关机构, 及下属的土地管理部门根本无力防范和惩处。 2006年, 中央建立国家土地督查制度, 在国土资源部, 限改为自然资源部, 设立国家土地总督查, 限改为国家自然资源总督查, 并向地方派驻国家土地监督局, 限改为国家自然资源督查局。 这一督查机制, 总体上遏制了土地违法现象。 但中央派驻地方的督查局只有九个, 在督查局所住城市, 对土地违法的震慑和查处效果比其他城市更强。 这种明显的铸地效应折射出督查机制, 受当地信息制约之影响。 27, 第二个例子是水污染治理。 与GDP数字相比, 水污染指标要简单得多, 收集信息也不复杂。 所以中央环保部门早在20世纪90年代, 就建立了国家地表水环境监测系统, 在各主要河流和湖泊上设置了水质自动监测站, 数据直保中央。 但在20世纪90年代, 经济发展目标远比环保重要, 所以这些数据主要用于科研, 而非环保监督。 2003年, 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 并且在15和1015规划中明确了降低水污染的具体目标, 地方必须保证达标。 虽然数据直保系统杜绝了数据修改, 但并不能完全消除信息扭曲。 一个监测站只能监测上游下来的水, 监测不到本站下游的水, 所以地方政府只要重点降低监测站上游的企业排污, 就可以改善上报的污染数据。 结果与监测站下游的企业相比, 上游企业的排放减少了近六成。 虽然总体污染水平降低了, 但污染的分布并不合理, 上游企业承担了过度的环保成本, 可能在短期内降低了其总体效益。 28. 正因为信息复杂多变, 模糊不清的地方太多, 而政府的繁杂事权又没有清楚的法律界定, 所以体制内的实际权利和责任都高度个人化。 我打个比方来说, 民规则模糊不清, 和权利个人化之间的关系。 大学老师、考核学生一般有两种方式, 考试或写论文。 若考卷都是标准化的选择题, 那老师虽有出题的权利, 但不能决定最后得分。 但若考卷都是主观题, 老师给分的自由度和权利就大一些。 若是研究生毕业论文, 不存在严格的客观判断标准, 导师手中的权利就更大了。 所以, 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 而不会称其他授课教师为老板。 如果一件事的方方面面都非常清楚, 有客观评价的标准, 那权利分配就非常简单, 参与各方立个约, 全则立都协商清楚, 照办即可。 就像选择题的答题卡一样, 机器批阅, 没有模糊空间, 学生考一百分就是一百分, 老师即使不喜欢也没有办法。 但大多数事情都不可能如此简单清楚, 千头万绪的政府工作尤其如此, 一件事该不该做。 要做到什么程度? 怎么样算做得好? 做好了算谁的功劳? 做杂了由谁负责? 这些问题往往没有清楚的标准。 一旦说不清楚, 谁说了算? 所谓权利, 实质就是在说不清楚的情况下, 由谁来拍板决策的问题。 29, 如果这种说不清的情况很多, 权利就一定会向个人集中, 这也是各地区, 各部门一把手负责制的根源之一, 这种权利的自然集中可能会造成专权和腐败。 因为信息复杂, 不可信的信息比比皆是, 而权利和责任又高度个人化, 所以体制内的规章制度 无法完全取代个人信任。 上级在提拔下级时, 除考虑工作能力外, 关键岗位上都要尽量安排信得过的人。 第四节, 激励相容。 如果一方想做的事, 另一方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好, 就叫激励相容。 政府内部不仅要求上下级间激励相容, 也要求工作目标和官员自身利益之间激励相容。 本节只讨论前者, 第三章在讨论官员的激励。 上级政府想做的是大概分两类, 一类比较具体, 规则和流程相对明确, 成果也比较容易衡量和评价。 另一类比较抽象和宽泛, 比如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 上级往往只有大致目标, 需要下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资源去达成。 对于这两类事务, 事权划分是不同的。 垂直管理 在专业性强, 标准化程度高的部门, 具体而明确的事务更多, 更倾向于垂直化领导和管理。 比如海关, 主要受上级海关的垂直领导, 所在地政府的影响力较小。 这种权力划分符合激励相容原则, 工作主要由系统内的上级安排, 所以绩效也主要由上级评价。 而无论是职业升迁还是日常福利, 也都来自系统内部。 还有一些部门, 虽然工作性质也比较专业, 但与地方经济密不可分, 很多工作需要本地配合, 如果完全实行垂直管理可能会有问题。 比如工商局, 在1999年的改革中, 人财务收归省级工商部门统管, 初中是为了减少地方政府对工商部门的干扰, 打破地方保护, 促进统一市场形成。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多元化, 工商局的行政手段的效力一直在减弱, 而垂直管理带来的激励不相容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工商工作与所在地区密不可分, 但因为垂直管理, 当地政府对工商系统的监督和约束都没有力度。 在一系列事故, 尤其是2008年震动全国的毒奶粉事件之后, 2011年中央再次改革, 恢复省级以下工商部门的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体制, 经费和编制由地方负担, 干部升迁改为地方与上级工商部门双重管理, 以地方管理为主。 30、2018年机构改革后, 工商局并入市场监督管理局, 由地方政府分级管理。 所有面临双重领导的部门, 都有一个根本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 到底谁是主要领导? 工作应该向谁负责? 假如所有领导的目标和利益都一样, 激励机制就不重要。 在计划经济时代, 部门间没什么大的利益冲突, 所以对干部进行意识形态教化相对有效, 既能形成约束, 也有利于交流和推进工作。 但在市场经济改革之后, 利益不仅大了, 而且多元化了, 部门之间, 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 统一思想和大局观虽依然重要, 但只讲这些就不够了, 需要更加精细的激励机制。 最起码, 能评价和讲成工作业绩的上级, 能决定工作内容的上级, 受下级工作影响最大的上级, 应该尽量是同一上级。 当上下级有冲突的时候, 改革整个部门的管理体制只是解决方式之一, 有时微调手段也很有效。 拿环保来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上级虽重视环境质量, 但下级担心环保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上下级间的激励不相容, 导致政策推行不利, 环境质量恶化。 31, 但随着技术进步, 中央可以直接监控污染企业。 2007年, 国家环保总局把一些重污染企业, 纳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包括315家废水排放企业, 3592家废气排放企业, 以及658家污水处理厂。 这些企业都要安装一套系统, 自动记录实时排放数据, 并直接传送到国家环保监控网络。 这套技术系统限制了数据造假, 加强了监管效果, 大幅降低了污染, 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环保管理体制, 日常执法依然由地方环保部门负责。 32, 随着中央越来越重视环保, 跨地区协调的工作也越来越多, 环保部门的权力也开始上售。 2016年, 省级以下环保机构调整为 以省环保厅垂直领导为主, 所在地政府的影响大大降低。 这次调整吸取了 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些教训。 比如, 在工商部门垂直领导时期, 不仅市级领导干部由省理负责, 市级以下的领导也基本由省理负责, 这就不利于视线上下级的沟通和制约。 所以, 在环保体制改革中, 现环保局调整为市局的派出分局, 由市局直接管理, 领导班子也由市局任免。 33, 地方管理。 对于更宏观的工作, 比如发展经济, 涉及方方面面, 需要地方调动各种资源。 激励向荣原则要求给地方放权, 不仅要让地方负责, 也要与地方分享发展成果。 不仅要能激励地方努力做好, 还要能约束地方, 不要搞砸, 也不要努力过头。 做任何事都有代价, 最优的结果是让效果和代价匹配, 而不是不计代价的达成目标。 若不加约束, 地方政府要实现短期经济高速增长目标并不难, 可以尽情挥霍手中的资源, 大肆借债, 银吃卯粮来推高增长数字, 但这种结果显然不是最优的。 激励向荣原则首先要求明确地方的权力和责任。 五国事权划分的一大特点是属地管理, 一个地区谁主管谁负责, 以行政区划为全责边界。 这跟苏联市计划经济从上到下, 以中央部委为主调动资源的方式不同。 属地管理兼顾了公共服务边界问题和信息优势问题, 同时也给了地方政府很大的权力, 有利于调动其积极性。 1956年, 毛泽东在著名的《论事大关系》中论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 就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 人口这样多, 情况这样复杂, 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的多。 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 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 把地方卡得死死的, 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其次是权力和资源的配置要制度化, 不能朝令夕改。 无论对上级还是对下级, 制度都要可信, 才能形成明确的预期。 制度建设, 一方面是靠行政体制改革, 比如前文中的工商和环保部门改革和法制建设, 另一方面是靠财政体制改革。 明确了收入和支出的划分, 也就约束了谁能调用多少资源, 不能花过头的钱, 也不能随意借债, 让预算约束硬起来。 来自外部的竞争, 也可以约束地方政府。 如果生产要素, 人、财、物、 自由流动, 用脚投票, 做得不好的地方, 就无法吸引资金和人才。 虽然地方政府不是企业, 不至于破产倒闭, 但减少低效政府手中的资源, 也可以提高整体效率。 小节, 事权划分三大原则。 第二至第四节, 讨论了事权划分的三大原则, 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 信息复杂性, 激励相容。 这三种视角从不同角度出发, 揭示现象的不同侧面, 但现象仍然是同一个现象, 所以这三种视角并不冲突。 比如行政区画, 既与公共服务的规模有关, 也和信息管理的复杂性有关, 同时又为激励机制设定了全则边界。 再比如基础设施建设, 既能扩展公共服务的服务范围, 又能提高信息沟通效率, 还可以方便人、财、物流通, 增强各地对资源的竞争, 激励地方必经图治。 三大原则的共同主题是, 处理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别与冲突。 从公共服务覆盖范围角度看, 不同人对公共服务的评价不同, 享受该服务的代价不同, 所以要划分不同的行政区域。 从信息复杂性角度看, 掌握不同信息的人, 看法和判断不同, 要把决策权交给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 从激励相容角度看, 上下级的目标和能力不同, 所以要设立有效的机制, 去激励下级完成上级的目标。 假如不同群体间, 完全没有差别和冲突, 那视权如何划分就不重要, 对结果影响不大。 完全没有冲突当然不可能, 但如果能让各个群体 对利益和代价的看法趋同, 也能消解很多矛盾, 增强呼吸。 所以, 国家对其公民都有基本的共同价值观教育, 包括历史教育和国家观念教育。 而对官员群体, 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共同价值观的培养与教化, 今天依然如此。 上述三个原则虽不足以涵盖现实中所有的复杂情况, 但可以为理解, 视权划分勾勒一个大致框架, 帮助我们理解目前视权改革的方向。 2013年, 党的18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其中对视权改革方向的阐述就非常符合这些原则, 适度加强中央视权和支出责任, 国防、外交、国家安全、 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视权。 部分社会保障、 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视权, 逐步理顺视权关系。 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视权。 34 2016年, 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视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 将18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细化, 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本章讨论的三大原则要逐步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国防公路、国界合乎治理、 全国性重大传染病防治、全国性大通道、全国性战略性自然资源、 使用和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确定或上罚为中央的财政视权, 要逐步将社会治安、市政交通、农村公路、城乡社区事务等受益范围地域性强、 信息较为复杂且主要与当地居民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 确定为地方的财政视权, 要逐步将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科技研发、公共文化、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业、粮食安全、跨省区、 市、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与治理等体现中央战略意图、跨省区、 市且具有地域管理信息优势的基本公共服务, 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视权, 并明确各承担主体的职责。 既然是改革的方向, 也就意味着目前上有诸多不完善之处。 比如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事务, 原则上都应该主要或完全由中央负责, 但国际界和主要在东北和西南和海域的管理与治理, 目前仍主要由地方负责。 再比如养老和医疗保险, 对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非常重要, 应由中央为主管辖, 但目前的管理相当碎片化。 而对于本该属于地方的市权, 中央虽应保留介入的权利, 但过分介入往往会造成地方退出甚至完全放手, 效果不一定好。 如何从制度上限制过度介入, 真正理顺市权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改革。 第五节,招商引资 地方政府的权利非常广泛。 就发展经济而言, 其所能调动的资源和采取的行动, 远远超过主流经济学强调的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范围。 地方政府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 它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 这一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招商引资不仅是招商局的部门职能, 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 是需要调动所有资源和手段去实现的目标。 很多地方政府都采用全民招商策略, 即几乎所有部门, 包括教育和卫生部门都要熟悉本地招商政策, 要在工作和社交中注意招商机会。 要招商,就要有工业园区或产业园区, 这涉及土地开发、产业规划、项目运作等一系列工作。 第二章至第四章会详细解释。 这里只要了解地方政府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 为了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会把工业用地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转让给企业使用, 并负责对土地进行一系列初期开发, 比如七通一屏、通电、通路、通暖、通气、 给水、台水、通信以及平整场地。 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 地方通常会给予很多金融支持。 比如以政府控制的投资平台入股, 调动本地国企参与投资, 通过各种方式协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等等。 对一些业务比较复杂, 所在行业管制较严的企业, 地方也会提供法律和政策协助。 比如一些新能源汽车企业, 并没有生产汽车的牌照, 而要获取牌照, 无论是新发, 还是收购已有牌照, 很不容易, 需要和工信部、 发盖委等中央部门打交道。 这其中企业的很多工作, 都有地方政府的协助。 与企业相比, 地方政府更加熟悉部委人脉和流程。 再比如近年兴起的网络安全和通信服务行业, 都受国家管制, 需要地方协助企业去获得各类许可。 还有些行业, 对外商投资有准入限制, 也需要地方政府去做很多协助落地的工作。 地方政府还可以为企业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 补贴方式五花八门, 比如研发补贴和出口补贴等。 常见的税收优惠, 如企业所得税的三免三减半, 及对新开业企业投三年免征所得税, 之后三年减半征收。 三十五还有一些针对个人的税收优惠政策。 比如, 对于规模很大的企业, 地方政府常常对部分高管的个人收入所得税进行返还。 我国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边际税率很高, 年收入超过96万元的部分税率是45%, 所以税收返还对高管个人来说有一定吸引力。 对企业高管或特殊人才, 若有需要, 地方政府也会帮助安排子女入学, 家人就医等。 创造就业是地方经济工作的重点, 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条件。 对新设的大中型企业, 地方政府会提供很多招工服务, 比如协助建设职工宿舍, 提供公共交通服务等。 大多数城市还对高学历人才实行生活或住房补贴。 总的来说, 对企业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 地方政府几乎都有很强的干预能力。 其中, 土地直接归政府所有, 资金则大多来自国有银行主导的基础体系和政府控制的其他渠道, 比如国有投融资平台。 对于劳动力, 政府控制着户口, 也掌握着教育和医疗等基本服务的供给, 还掌握着土地供应, 直接影响住房分配。 而生产中的科技投入, 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公立大学和科研院所。 除此之外, 地方政府还有财税政策、 产业政策、 进出口政策等工具, 都可能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混合经济体系, 不是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政府和市场的简单分工模式, 即政府负责提供公共物品, 市场主导其他资源配置。 也不是简单的政府搭台企业畅系模式, 而是政府及其各类附属机构、 国企、事业单位、 大银行等深度参与大多数生产和分配环节的模式。 在我国, 想脱离政府来了解经济是不可能的。 结语, 本章讨论了事权划分的三种理论, 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与边界, 信息复杂性, 激励相容。 这些理论为理解政府只能分工勾勒了一个大致框架, 虽各有侧重, 但彼此相通。 社会科学的理论刻意追求标新利益没有意义。 社会现象非常复杂, 但依理论只能启示某个侧面, 要从不同理论中看到共同之处, 方能融会贯通。 地方政府不只提供公共服务, 也深度参与生产和分配。 期间得失, 之后的章节会结合具体情况展开讨论。 若无视这种现实, 直接套用主流经济学中有限政府的逻辑, 容易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产生扭曲和误解。 不能脱离政府来谈经济, 是理解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 实事求是了解现状, 才能依托现实提炼理论, 避免用理论曲解现实, 也才能真正深入思考政府在几十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本章讨论的事权划分, 是理解政府间资源分配的基础。 决定了干哪些事, 才能决定用哪些资源。 所以, 下一章所讨论的政府财权和财力的划分, 以本章的事权划分为基础。 财权领域虽改革频频, 但事权划分却相对稳定, 因为其决定因素也相对稳定, 地理和语言文化边界长期稳定, 信息和激励问题也一直存在。 扩展阅读 关于中国政府和政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专家李侃如的著作《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2010》是很好的入门读。 这本书介绍了中国政治的基本历史遗产及现状, 阐释了其演变逻辑, 可读性很强。 但该书成书于1995年, 英文原名为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修订于2003年, 2010年是中意本的出版年份, 没有涉及最近十多年的重大改革。 作为补充, 清华大学景越近, 复旦大学陈明明, 中山大学校斌河边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2016是同类教材中可读性较强的一部。 内容比较全面, 对党政关系, 政法系统, 宣传系统, 军事系统都有介绍。 我国政府的运作模式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家葛建雄教授的著作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2013深入浅出的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现象, 是很好的普及读。 本章阐释的所有理论在该书中都能找到有趣的佐证。 已故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孔非利的杰作教魂, 2014也与本章内容相关。 该书讲述了乾隆盛世年间的一场荒诞事故, 本是某些地方流民和乞丐的零星骗局, 却被乾隆解读成了要颠覆朝廷的大阴谋, 于是发动了全国大清查, 造成了朝野和民间的大恐慌, 最终却在无数冤案之后不了了之。 该书很多史料来自欲比亲批的奏折, 从中尤其可以看到信息之关键, 诸多信息都在奏折的来往中被扭曲和误解, 最终酿成大乱。 一,此处略去人口极少的首都华盛顿特区。 二,这三项原则的简单论述, 见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的著作《2013》。 三,1959年, 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 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 开始是领导县的改革。 1982年,中央发布改革地区体制, 实行是领导县体制的通知, 1983年开始在全国实行。 详情见清华大学景悦进, 复旦大学陈明明, 中山大学校斌河边的教科书, 2016。 四,数据来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家 葛建雄的著作, 2013。 五,有一种情况例外, 及一些重要地区的书记, 也是上级党委常委, 如省会城市的书记, 也是省委常委。 六,省委或市委的直属机构, 一般包括办公厅、纪委、 政法委、组织部、宣传部、 统战部、机关和政策研究部门。 在组织人士、政法、 教育宣传等领域内, 党委有独立于政府的职能部门, 但在财经领域, 党政之分通常并不重要。 当然,在中央层面, 有一些直属小组, 负责领导主要经济政策的制定, 比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七,正向原则来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李侃如的观察。 他的著作, 《2010》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观察 与分析很有见地。 八,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福山 在其著作, 《2014》中阐述了现代政治秩序的 三大基石, 政府、 法治、 民主。 其中的政府, 也就是脱离血缘关系, 由专门人才主导的管理机构, 起源于中国。 乡党中文大学金关涛和刘青峰的著作, 《2010》曾用超稳定结构来描述历经王朝更迭的中国古代社会。 这一结构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大子系统组成。 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官僚和儒生, 是该结构日常运作的关键, 也是在结构破裂和王朝崩溃之后修复机制的关键。 世界历史上, 王朝崩溃并不罕见, 但只有中国能在崩溃后不断修复和延续, 历经千年。 九, 本节依据的理论由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尔伯托、 阿莱西纳、 Alberto El Sina及其合作者在一系列开创性论文中提出, 并完善。 相关的数学模型、经验证据、历史和现实案例, 都收入在他们的书中, El Sina & Spolio 2003。 在本节的写作过程中, 阿莱西纳教授于2020年5月23日突发疾病离世, 享年63岁。 这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损失。 时, 这段人身攻击有些名气, 大约是古今中外, 某些当权者辱骂知识分子的通用套路, 大意如下, 你智商要真高, 怎么做不了官? 你财商要真高, 怎么那么穷? 你们不过, 是些夸夸其谈之辈, 地位不高还爱质疑上司, 穷成那样还说富人的坏话, 样子清高实则卑鄙, 网发议论, 哗众取宠。 俸禄吃不饱, 家里没鱼粮, 破衣烂衫, 也配谈论朝堂大事。 何况拓边打仗之事呢? 原文为, 写管众之智者, 非为私益之时也。 怀逃诸之律者, 不拘贫困之处。 文学能言而不能行, 居下而善上, 触贫而非复, 大言而不从, 高丽而行卑, 匪欲此意, 以要名采善于当事。 俘禄不过丙卧者, 不足以言智, 家不满言识者, 不足以记事。 如皆贫雷, 衣冠不完, 安之国家之政, 现官之是乎。 何斗辟造养也。 十一, 这条线的提出者, 是华东师范大学, 已故地理学家胡焕雍先生, 故也被称为胡焕雍先生。 十二, 广东省人口数量, 超过百万的县级单位, 有几十个, 任何一个都比新疆的阿勒泰, 或哈密地区的总人口多。 十三, 数据来自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学家周震贺的著作, 二零一四。 下一段内容, 也多取材字该书。 十四, 地理和语言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来自布朗大学米哈洛普洛斯, Mitrinipoulas的研究, 二零一二。 十五, 地理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周立安的著作, 二零一七, 贫困县数据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唐伟的论文, 二零一九。 十六, 本段中坡度的数据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唐伟的论文, 二零一九。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高祥与厦门大学的龙小宁, 二零一六则指出, 文化与本省主流不同的省界地区,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十七, 关于革命根据地的内容, 来自北京大学韩茂利的著作, 二零一五。 十八, 关于道路密度的研究, 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唐伟的论文, 二零一九。 十九, 工业水污染向本省下游区域集中这个现象, 来自香港大学蔡鸿斌, 北京大学陈玉宇和北卡罗莱纳大学工情等人的论文, CAI, Chain and Gong, 二零一六。 二十, 数据来自南开大学, 少朝队, 苏丹尼, 包群等人的论文, 二零一八。 二十一, 上海财经大学唐伟和华东师范大学王源的论文, 二零一五, 发现撤县社区会增加外来人口。 二十二, 形式权威, Formal Authority和实际权威, Real Authority的理论, 来自哈佛大学阿吉翁, Edion与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图卢斯大学T.Royer T.Rouly的论文, 一九九七。 二十三, 关于信息和国企分级的关系, 来自清华大学黄章凯, 北京大学李立行, 中国人民大学马光荣与世界银行徐立新等人的论文, Wang ETL 2017。 二十四, 中国自未尽以来出现官吏分图, 即官吏虽同在官僚机构共生共事, 但在录用、晋升、奉路等方面相互隔绝。 对这一制度流遍的分析描述, 及对理解当今官僚体系的启示, 读者可参考斯坦福大学周雪光2016与北京大学周立安2016的精彩文章。 二十五, 二零二零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国务院没有设定GDP增长目标, 数二十余年来首次。 二十六, 数据及关于GDP指标层层加码现象的详细讨论, 见北京大学例行、 游冲、 翁锡、 周立安等人的论文, LEETL 2019。 二十七九个驻地是北京、 沈阳、 上海、 南京、 济南、 广州、 武汉、 成都、 西安。 关于驻地效应的检验, 来自湖南商学院的陈小红、 朱磊和中南大学汪洋杰等人的论文, 2018。 二十八关于水质监测站与临近企业排放行为的讨论,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何国俊、 芝加哥大学王少达和南京大学张炳等人的论文, Hee, Wang and Zhang, 2020。 二十九从经济学的合同理论出发, 合同不可能事先写清楚所有情况, 所以权力的实质就是在这些不确定情况下的决定权, 可以称为剩余控制权,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以这种视角来分析权力的理论, 始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巴雷伯·哈特·巴雷伯·哈特, 详见其著作《1995》。 他用剩余控制权的思路去理解产权的本质, 即在合同说不清楚的情况下对财产的处置权, 而更加广泛的权力或权威, 可以视为在各种模糊情况下的决定权。 三十、参见2011年发布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省级以下工商制兼行正管理体制,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此文件现已失效。 三十一、除环保之外, 其他领域内也有类似冲突, 上级重视质量而下级重视成本, 下级为了降低成本会不惜损害质量。 这种冲突并不总是因为双方信息不对称, 即便没有信息问题, 也有能力问题。 只要上级没有能力完全取代下级, 这种冲突就可能会发生。 此时放权会降低质量, 收权又会降低工作效率, 就需要妥协和平衡。 哈佛大学哈特、哈尔特、 施莱福、施莱福和芝加哥大学维什尼、 维什尼的论文1997详细探讨了这类问题。 32,关于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研究, 来自南京大学张炳、 四川大学陈小兰、 南京审计大学郭焕修等人的论文, 张、陈安·孤欧,2018。 2016年,重点监控企业已经增加到14312家。 33,详见中央和国务院于2016年9月联合印发的 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 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34,详文中的强调格式是我在引用时加上的, 本书余下部分涉及此类情况皆如此。 35,我国实行分税制, 按照中央和省的分税比例, 企业所得税六成归中央, 剩余部分由省,是曲线来分。 企业所得税减免, 一般都是减免企业所在地的地方留存部分。 反对一些国家支持的行业, 比如集成电路, 企业的全部所得税都可以三免三减半。 第二章,财税与政府行为。 我很喜欢两部国产电视剧, 一部是《大明王朝1566》, 一部是《走向共和》。 这两部剧有个共同点, 开场第一集中, 那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们, 出场都没有半点慷慨激昂或阴险狡诈的样子, 反倒都在做事上最乏味的事, 算账。 大明朝的阁老们在算国库的亏空和来年的预算, 比鸿章、慈禧和光绪, 则在未见海军和修夷和元的费用伤脑筋。 然而算着算着, 观众就看到了刀光剑影, 原来所有的政见冲突和人事谋略, 都引在这一两一两银子的账目之中。 要真正理解政府行为, 必然要了解财水。 道理很朴素, 办事要花钱, 如果没钱, 话说得再好听, 也难以落实。 要想把握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动向, 不能光读文件, 还要看政府资金的流向和数量, 所以财政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了财政的定位和功能,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 维护市场统一, 促进社会公平,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我对政府和财政一直非常有兴趣, 在美国读博士期间, 休息了一整年的公共财政课程。 第一学期学习财政收入, 及与各类税收有关的理论和实证。 第二学期学习财政支出, 及各类政府支出的设计和实施效果。 与我同级的博士生中, 美国和非美国同学各占一半, 但只有我一个非美国人选修了这门课, 可能是因为涉及大量美国制度细节, 外国人理解起来比较吃力, 兴趣也不大。 这门课程对我理解美国有很大帮助, 但后来我到复旦大学讲授研究生课程公共经济学研究, 备课时却很吃力, 因为在美国学过的东西大都不能直接拿来用, 跟中国情况很不一样, 美国的教科书也不好用, 要自己准备授课讲义。 关键在于中美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 所做的事情也不一样, 而财政体制要为政府事务服务, 因此不能直接拿美国的财政理论往中国印刀。 何况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改革, 政府事务也经历了很多重大变革, 财税体制自然也在随之不断变革。 而财税体制变革千亿发动全身, 影响往往复杂深远, 我花了好几年边讲边学, 才多少摸到了些门道。 上一章介绍了政府的视权划分, 而视权必然要求相应的财力支持, 否则事情就办不好。 所以, 从花钱的角度看, 视权与财力匹配或者说视权与支出责任匹配这个原则, 争议不大。 但从预算收入的角度看, 地方政府是否也应该有与视权相适应的收钱的权利, 让视权与财权匹配, 这个问题争议就大了。 暂先不管这些争议, 实际情况是地方政府的支出和收入高度不匹配, 从图2-1可以看出, 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 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就一直高于预算收入。 近些年地方预算支出占全国预算支出的比重为85%, 但收入的占比只有50%至55%, 入部付出的部分要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来填补。 图2-1地方公共预算收支占全国收支的比重。 数据来源万德数据库 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影响深远。 本章第一节介绍这次改革的背景和过程, 加深我们对央地关系的理解。 第二节分析改革对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 介绍地方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压力而发展出的土地财政, 这是理解城市化和债务问题的基础。 第三节讨论分税制造成的基层财政压力与地区肩部平衡, 并介绍相关改革。 第一节,分税制改革。 财政乃国之根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艰辛复杂的改革历程。 这方面专注很多, 本章结尾的扩展阅读会推荐几种部。 本节无意追溯完整的改革历程, 只从1985年开始谈。 1985至1993年, 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是比较匹配的图二杠一。 这种市权和财权匹配的体制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 也造成很多不良后果, 催生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财政包干及后果1985至1993年。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特点, 非承包、墨属、农村搞土地承包、城市搞企业承包、政府搞财政承包。 改革开放之初, 很多人一时还无法立刻接受私有的观念, 毕竟之前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 我国的基本国策决定了不能对所有权做出根本性变革, 只能对使用权和经营权实行承包制, 以提高工作积极性。 财政承包始于1980年, 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对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 地方可以留下一部分增收。 1980至1984年是财政包干体制的实验阶段, 1985年以后全面推行, 建立了分造吃饭的财政体制。 1.既然是承包, 当然要根据地方实际来确定承包形式和分账比例, 所以财政包干形式五花八门各地不同。 比较流行的一种是收入递增包干。 以1988年的北京为例, 是以1987年的财政收入为基础, 设定一个固定的年收入增长率4%, 超过4%的增收部分都归北京, 没超过的部分则和中央五五分成。 假如北京1987年收入100亿元, 1988年收入110亿元, 增长10%, 那超过了4%增长的6亿元都归北京, 其余104亿元和中央五五分成。 广东的包干形式更简单, 1988年上节中央14亿元, 以后每年在此基础上递增9%, 剩余的都归自己。 1988年, 广东预算收入108亿元, 上节的14亿元不过只占13%。 而且广东预算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9%, 1989年比上年增加了27%, 上节负担实际上越来越轻, 正因如此, 广东对后来的分税制改革一开始是反对的。 相比之下, 上海的负担就众多了。 上海实行定额上节, 每年雷打不动上脚中央105亿元。 1988年, 上海的预算收入是162亿元, 上节105亿元, 占比65%, 财政压力很大。 财政承包制下, 交完了中央的, 剩下的都是地方自己的, 因此地方有动力扩大税收来源, 大力发展经济。 二, 一种做法就是大力兴办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可以为地方政府贡献两类收入。 第一是交给县政府的增值税, 增值税改革前, 也叫产品税。 企业只要开工生产, 不管盈利与否都得交增值税, 规模越大缴税越多, 所以县政府有很强的动力做大, 做多乡镇企业。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乡镇企业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 纳税总额也急速增长。 在其发展鼎盛期的1995年, 乡镇企业雇工人数超过6000万。 乡镇企业为地方政府贡献的 第二类收入是上缴的利润, 主要交给乡镇政府和村集体 作为预算外收入。 当时乡镇企业享受税收优惠, 所得税和利润税都很低, 1980年的利润税仅为6%, 1986年上升到20%, 所以企业税后利润可观, 给基层政府创造了不少收入。 三、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起步时期, 在很多根本性制度尚未建立, 观念尚未转变之前, 各类承包制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推动社会整体走出僵化的计划经济, 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收入增长, 逐渐转变观念。 但也正是因为改革转型的特殊性, 很多承包制, 包括财政包干制注定不能持久。 财政包干造成了两个比重不断降低, 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而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低, 图2-2。 不仅中央变得越来越穷, 财政整体也越来越穷。 图2-2两个比重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万德数据库。 中央占比降低很容易理解。 地方经济增长快, 20世纪80年代物价涨得也快, 所以地方财政收入相比于跟中央约定的固定分成比例增长更快, 中央收入占比自然不断下降。 至于预算总收入占GDP比重不断降低, 原因则比较复杂。 一方面, 这跟承包制本身的不稳定有关。 央帝分成比例每隔几年就要重新谈判一次, 若地方税收收入增长很快, 下次谈判时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 弱得一个更高的上角基数和更吃亏的分成比例。 为避免鞭打快牛, 地方政府有意不让预算收入增长太快。 另一方面, 这也跟当时盛行的预算外收入有关。 虽然地方预算内的税收收入要和中央分成, 但预算外收入则可以独享。 如果给企业减免税, 藏付于企业, 再通过其他诸如行政收费, 集资, 摊贪, 赞助等手段收一些回来, 就可以避免和中央分成, 变成可以完全自由支配的预算外收入。 地方政府因此经常给本地企业违规减税, 企业偷税漏税也非常普遍, 税收收入自然上不去, 但预算外收入却迅猛增长。 1982至1992年, 地方预算外收入年均增长30%, 远超过预算内收入年均19%的增速。 1992年, 地方预算外收入达到了预算内收入的86%, 相当于第二财政了。 四, 两个比重的下降严重削弱了国家财政能力, 不利于推进改革。 经济改革让很多人的利益受损, 中央必须有足够的财力去补偿, 才能保障改革的推行, 比如国企改革后的职工安置, 裁军后的退伍军人转业等。 而且, 像我国这样的大国, 改革后的地区间发展差异很大, 东中西部差异, 城乡差异等, 要创造平稳的环境, 就需要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异, 也需要中央财政的大量投入, 否则连推行和保障医务教育都有困难。 如果中央没钱, 甚至要向地方借钱, 那也就谈不上宏观调控的能力。 正如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刘仲理所言, 毛主席说, 手里没把米, 叫机都不来。 中央财政要是这样的状态, 从政治上来说, 这是不利的, 当时的财税体制是非改不可了。 财政体制改革, 决定理由一个很重要的提法, 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 当时的理论界对我讲, 财政是国家行政能力, 国家办事的能力, 你没有财力, 普及义务教育, 救灾等, 那就是空话。 因此, 国家长治久安这句话写的是有深意的。 5. 分税制改革与央帝博弈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三类, 中央税, 如关税, 地方税, 如营业税, 共享税, 如增值税。 同时分设国税, 地税两套机构, 与地方财政部门脱钩, 省以下, 税务机关以垂直管理为主, 由上级税务机构负责管理人员和工资。 这种设置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干扰, 保障中央税收收入, 但缺点也很明显, 两套机构导致税务系统人员激增, 提高了税收征管成本, 而且企业需要应付两套人马和审查, 纳税成本也高。 2018年, 分立了24年的国税与地税再次开始合并。 分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税种是增值税, 占全国税收收入的四分之一。 改革之前, 增值税及产品税是最大的地方税, 改革后变成共享税, 中央拿走75%, 留给地方25%。 假如改革前的1993年, 地方增值税收入为100亿元, 1994年改革后增长为110亿元, 那么按照新税制, 地方拿25%, 收入以下就从1993年的100亿元下降到了27.5亿元。 为防止地方收入急剧下跌, 中央设立了税收返还机制, 保证改革后, 地方增值税收入与改革前一样, 新增部分才和中央分。 1994年, 地方可以拿到102.5亿元, 而不是27.5亿元。 因此改革后, 增值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没有急速下跌, 而是缓慢的逐年下跌, 图2-3。 图2-3地方税收收入中不同税种所占比重。 数据来源万德数据库。 分税制改革, 地方阻力很大。 比如在财政包干制下过得很舒服的广东省, 就明确表示不同意分税制。 与广东的谈判能否成功, 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推行。 时任财政部长刘仲黎和后来的财政部长向怀诚的回忆, 生动地在线了当时的激烈博弈。 向怀诚, 分税制的实施远比制定方案要复杂, 因为它涉及地方的利益。 当时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30%, 我们改革以后, 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55%, 多大的差别。 所以说, 分税制的改革必须要有领导的支持。 为了这项改革的展开, 朱镕基总理六亲自带队, 用两个多月的时间, 先后走了十几个省, 面对面的算账, 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一个省一个省去跑呢? 为什么要由一个中央常委,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带队, 一个省一个省去谈呢? 因为只有朱总理去才能够和第一把手省委书记, 省长面对面的交谈, 交换意见。 有的时候, 书记, 省长都拿不了主意的, 后面还有很多老同志, 老省长, 老省委书记啊。 如果是我们去, 可能连面都见不上。 刘仲理, 与地方谈的时候气氛很紧张, 但靠财政部是不行的, 得中央出面谈。 在广东谈时, 谢飞七同志不说话, 其他的同志说一条, 朱总理立即给驳回去。 当时有个省委常委, 组织部长叫福瑞因巴就说, 朱总理啊, 你这样说, 我们就没法谈了, 你是总理, 我们没法说什么。 朱总理就说, 没错, 我就得这样, 不然, 你们谢飞同志是政治局委员, 他一说话, 那刘仲理他们说什么呀? 他们有话说吗? 就得我来讲。 一下就给驳回去了。 这个场面紧张生动, 最后应该说, 谢飞同志不错, 广东还是服从了大局, 只提出了两个要求, 以1993年为基数, 减免税过度。 九, 这段故事我上课时经常讲, 但很多学生不太理解为何谈判如此艰难, 只要中央做了决策, 地方不就只有照办的份吗? 00后一代有这种观念, 不难理解。 一方面, 经过份税制改革后多年的发展, 今天的中央政府确实要比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更加强势。 另一方面, 公众所接触的信息和看到的现象, 大都已经是博弈后的结果, 而缺少社会阅历的学生, 容易把博弈结果错当成博弈过程。 其实即使在今天, 中央重大政策出台的背后, 也要经过很多轮的征求意见, 协商, 修改, 否则很难落地。 成功的政策背后是成功的协商和妥协, 而不是机械的命令与执行, 所以理解利益冲突, 理解协调和解决机制, 是理解政策的基础。 广东当年提的要求中有一条, 以1993年为基数。 这条看似不起眼, 实则大有文章。 地方能从税收返还中收到多少钱, 取决于他在今年的增值税收入, 所以这个基年, 究竟应该是哪一年, 差别很大。 中央与广东的谈判是在1993年9月, 所以财政部很自然地想把基年, 定为1992年。 时光不能倒流, 地方做不了价。 可一旦把基年定在1993年, 那到年底还有三个多月, 地方可能突击收税, 甚至把明年的税都挪到今年来收, 大大抬高税收基数, 以增加未来的税收返还。 所以财政部不同意广东的要求。 但为了改革顺利推行, 中央最终做了妥协,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用1993年做基年。 这个决定立刻引发了第四季度的收税狂潮, 根据向淮诚和刘克雇的回忆。 向淮诚实际上, 9月份以后确实出现了这些情况。 在那一年, 拖欠了多年的欠税, 都收上来了。 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亲自出马, 贷款交税, 造成了1993年后, 四个月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 刘克雇, 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60%, 90%, 110%和150%, 带动全年地方税收增长了50%至50%, 60%时。 11, 由于地方突击征税, 图2-3中, 增值税占地方税收的比重在1993年出现了明显反常的肩峰。 这让1994年的财政陷入了困境, 中央承诺的税收返还, 因为数额剧增而无法到位, 预算迟迟做不出来。 这些问题又经过了很多协商和妥协才解决。 但从图2-3可以看到, 当2001年推行所得税分成改革时, 突击征税现象再次出现。 企业所得税是我国的第二大税种, 2018年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3%。 2002年改革之前, 企业所得税案行政隶属关系上缴, 中央企业交中央, 地方企业交地方。 地方企业比中央企业多, 所以6成以上的所得税交给了地方。 地方政府自然就有动力创办价高利大的企业, 比如烟厂和酒厂, 这些都是创税大户。 20世纪90年代, 各地烟厂、酒厂越办越多, 很多地方只抽本地牌子的烟, 喝本地牌子的啤酒。 这种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 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市场, 也不利于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 在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中, 除一些特殊央企的所得税归中央外, 所有企业的所得税中央和地方六四分成, 仅2002年当年为五五分。 为防止地方收入下降, 同样也设置了税收返还机制, 并把2001年的所得税收入定为返还基数。 所以,2001年的最后两个月, 地方集中征税作大基数, 财政部和国务院办公厅不得不强调,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从讲政治的高度, 进一步提高认识, 严格依法治税, 严禁弄虚作假。 2002年1月, 国务院有关部门将组织专项检查, 严厉查处作假账和人为抬高基数的行为。 对采取弄虚作假手段虚增基数的地方, 相应扣减中央对地方的基数返还, 依法追究当地主要领导和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12, 但从图2-3中可以看出, 2001年不正常的企业所得税收入依然非常明显。 13, 分税制是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根本性改革之一, 也是最为成功的改革之一。 改革扭转了两个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 图2-2中央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 从改革前的22%一月变成55%, 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 国家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 也从改革前的11%逐渐增加到了20%以上。 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为之后应付一系列重大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汶川地震等奠定了基础, 也保障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如国企改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分税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 第二节,土地财政。 分税制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 却减少了其手头可支配的财政资源。 虽然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可以填补预算内收支缺口, 但发展经济所需的诸多额外支出, 比如招商引资和土地开发等,就需要并筹资金了。 一方面,地方可以努力增加税收规模。 虽然需要和中央分成, 但蛋糕做大后,自己分得的收入总量也会增加。 另一方面,地方可以增加预算外收入,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围绕土地出让和开发所产生的土地财政。 招商引资与税收。 给定税率的情况下, 想要增加税收收入,要么靠扩大税源,要么靠加强征管。 分税制改革之后, 全国预算收入战GDP的比重逐步上升参见图2-2, 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加强了征管力度,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扩大了税源。 14. 改革前, 企业的大多数税收按隶属关系上缴, 改革后则变成了再所在地上缴, 这自然会刺激地方政府招商引资。 地方政府尤其青睐重资产的制造业, 一是因为投资规模大, 对GDP的拉动作用明显。 二是因为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 跟生产规模直接挂钩。 三是因为制造业不仅可以吸纳从农业部门转移出的低技能劳动力, 也可以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增加相关税收。 因为绝大多数税收征收自企业, 且多在生产环节征收, 所以地方政府重视企业而相对轻视民生, 重视生产而相对轻视消费。 以增值税为例, 虽然企业可以层层抵扣, 最终支付税金的一般是消费者增值税发票上会分开记录货款和税额, 消费者支付的是二者之和, 但因为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 所以地方政府更加关心企业所在地, 而不是消费者所在地。 这种倚重生产的税制, 刺激了各地竞乡投资制造业上马大项目, 推动了制造业迅猛发展, 加之充足高效的劳动力资源和全球产业链重整等类外因素。 我国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就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当然, 这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比如说, 地方为争夺税收和大工业项目, 不惜放松环保监督, 损害了生态环境, 推高了过剩产能。 2007至2014年, 地方政府的工业税收收入中, 一半来自过剩产能行业。 而在那些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 工业污染水平也普遍较高。 15, 不仅九成的税收征收自企业, 税收之外的其他政府收入, 基本也都征收自企业, 比如土地转让费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 社保费中个人缴纳的比例也低于企业缴纳的比例。 所以, 在分税制改革后的头些年, 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向招商引资倾斜, 如基础设施建设、 企业补贴等, 而民生支出、 教育、 医疗、 环保等相对不足。 16, 2002年, 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 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要求更加重视民生支出。 由于第一章中讨论过的规模经济、 信息复杂性等原因, 民生支出基本都由地方政府承担, 所以地方支出占比从2002年开始快速增长, 从70%一直增长到了85%图2-1。 总的来看, 分税制改革后, 地方政府手中能用来发展经济的资源, 受到了几方面的挤压。 首先, 预算内财政支出从重点支持生产建设, 转向了重点支持公共服务和民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占40%, 社会文教费、科教文卫及社会保障只占26%。 到了2018年, 社会文教费支出占到了40%, 经济建设费则下降了。 17, 其次, 分税制改革前, 企业不仅缴税, 还要向地方政府缴纳很多费, 行政收费, 集资, 摊派, 赞助等, 这部分预算外收入在改革后大大减少。 90年代中后期, 乡镇企业也纷纷改制, 利润不再上缴, 继层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进一步减少。 最后, 2001年的税改中, 中央政府又拿走了所得税收入的60%, 加剧了地方财政压力。 地方不得不另谋出路, 寻找资金来源, 轰轰烈烈的土地财政就此登场。 初探土地财政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 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 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 农地要转为建设用地, 必须先经过征地变成国有土地, 然后才可以用于发展工商业或建造住宅。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通过, 对此进行了改革, 详见第三章, 所以国有土地的价值远远高于农地。 为什么会有这种城乡割裂的土地制度? 追根溯源, 其实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道理和顶层设计, 不过是从1982年宪法开始一步步演变成今天这样罢了。 18虽说每一步变化都有道理, 针对的都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演变到今天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差别, 非常的城市房价以及各种棘手问题。 2020年,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 首先提到的就是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 而第一条改革意见就是打破城乡割裂的现状, 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可见政策制定者非常清楚当前制度的击毙。 第三章会详细讨论相关改革, 此处不再赘述。 1994年分水制改革时, 国有土地转让的决定权和收益都留给了地方。 当时这部分收益很少。 一来, 虽然乡镇企业当时还很兴盛, 但他们占用的都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不是城市土地。 二来, 虽然城市土地使用权当时就可以有偿转让, 不必在像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无偿化波, 但各地为了招商引资, 尤其是吸引外资, 土地转让价格大都非常优惠, 卖地收入并不多。 1998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城市土地的真正价值才开始显现。 第一是单位停止福利分房, 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商品房和房地产时代的大幕拉开。 1997至2002年, 城镇住宅新开工面积年均增速为26%, 五年增长了近四倍。 第二是修订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开始实施, 基本上所死了农村集体土地的非农建设通道, 规定了农地要想转为建设用地, 必须经过征地后变成国有土地, 这也就确立了城市政府对土地建设的垄断权利。 191999年和2000年这两年的国有土地转让收入并不高, 图二杠四, 因为尚未普遍实行土地招拍卦、 招标、胎卖、挂牌制度。 当时的土地转让过程相当不透明, 基本靠开发商各显神通。 比如有些开发商趁着国有企业改革, 拿到了企业出让的土地, 再从城市规划部门取得开发许可, 只需支付国家规定的少量土地出让金, 就可以搞房地产开发。 这是个转手就能发家支付的买卖, 其中的腐败可想而知。 图二杠四国有土地转让收入, 占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间。 2001年, 为治理土地开发中的腐败和混乱, 国务院提出大力推行招标拍卖。 2002年, 国土部明确四类经营用地, 商业、旅游、娱乐、房地产, 采用招拍挂制度。 于是, 各地政府开始大量征收农民土地, 然后有偿转让, 土地财政开始膨胀。 土地出让收入从2001年开始激增, 2003年就已经达到了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55%, 图二杠四。 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在财政和信贷政策的共同刺激之下, 土地转让收入再上一个台阶。 2010年, 达到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68%, 最近两年这一比重虽有所下降, 但土地转让收入的绝对数额还在上涨。 2018年达到62910亿元, 比2010年高2.3倍。 所谓土地财政, 不仅包括巨额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 还包括与土地使用和开发有关的各种税收收入。 其中, 大部分税收的税基是土地的价值而非面积, 所以, 税收随着土地升值而猛增。 这些税收分为两类, 一类是直接和土地相关的税收, 主要是土地增值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和汽税, 其收入百分之百归属地方政府。 2018年, 这四类税收共计15081亿元, 占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15%, 相当可观。 另一类税收则和房地产开发和建筑企业有关, 主要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2018年, 这两种税收中归属地方的部分增值税五成, 所得税四成, 占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9%。 二时, 若把这些税收与土地转让收入加起来算作土地财政的总收入, 2018年土地财政收入相当于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89%, 是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 土地转让虽然能带来收入, 但地方政府也要负担相关支出, 包括征地拆先补偿和七通一瓶等基础性土地开发支出。 从近几年的数字看, 跟土地转让有关的支出总体与收入相当, 有时甚至比收入还高。 2018年,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为62910亿元, 支出则为68167亿元。 光看这一项, 地方政府还入不敷出。 当然, 地方政府本来也不是靠卖地赚钱, 它真正要的是土地开发之后吸引来的工商业经济活动。 从时间点上看, 大规模的土地财政收入始于21世纪初。 2001年所得税改革后, 中央财政进一步集权, 拿走了企业所得税的六成。 从那以后,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方式, 就从之前的工业化变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两手抓, 一方面继续低价供应大量工业用地, 招商引资。 另一方面, 限制商住用地供给, 从不断攀升的地价中赚取土地垄断收益。 这些年出让的城市土地中, 工业用地面积约占一半, 但出让价格极低2000年每平方米是444元, 2018年是820元, 只涨了85%。 而商业用地价格增长了4.6倍, 住宅用地价格更是猛增了7.4倍, 图2-5。 图2-5100个重点城市土地出让季度平均成交价, 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 所以商住用地虽然面积上只占出让土地的一半, 但贡献了几乎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 因此, 土地财政的实质是房地产财政。 一方面, 各地都补贴工业用地, 大力招商引资, 推动了制造业迅猛发展。 另一方面,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大量新增人口涌入经济发达地区, 而这些地方的住宅用地供给却不足, 房价自然飞涨, 带动地价飞涨, 土地拍卖的天价, 地网, 贫出。 这其中的问题及改革之道, 第三章会展开分析。 税收, 地租与地方政府竞争。 让我们后退一步, 看清楚地方政府究竟在干什么。 所谓经济发展, 无非就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尽量做到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而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 在经济起步阶段, 能利用的资源, 主要就是人力和土地。 过去几十年的很多重大改革, 大都和盘活这两项资源, 提高其使用效率有关。 与人力相比, 土地更容易被资本化, 将未来收益, 一股脑变成今天高升的地价, 为地方政府所用。 所以, 土地财政虽有种种弊端, 但确实是过去数年城市化和工业化, 得以快速推进的重要资金来源。 前文说过, 地方在招商引资和城市化过程中, 会利用手中一切资源, 所以需要通盘考量税收和土地, 平衡税收收入和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 以达到总体收入最大化。 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价格, 因为工业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强, 能带来增值税和其他税收, 还能创造就业。 而且工业生产率提升空间大, 学习效应强, 既能帮助本地实现现代化, 也能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拉动商住用地价格上涨。 工业生产上下游链条长, 产业急剧和规模经济效果显著, 若能发展出特色产业集群, 如佛山的陶瓷, 也就有了长久的竞争优势和稳定的税收来源。 此外, 地方之间招商引资竞争非常激烈。 虽说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都有地方政府垄断, 但工业企业可以落地的地方很多, 所以在招商引资竞争中, 地方政府很难抬高地价。 商住用地则不同, 主要服务本地居民, 土地供应方的垄断力量更强, 更容易抬高地价。 经济学家张武昌曾做过一个比喻, 地方政府就像一家商场, 招商引资就是引入商铺。 商铺只要交一个低廉的入厂费用, 类似工业用地转让费, 但营业收入要和商场分成, 类似增值税, 不管商铺是否盈利, 只要有流水就要分成。 商场要追求总体收入最大化, 所以既要考虑入门费和租金的平衡, 也要考虑不同商铺间的平衡。 一些商铺大名鼎鼎, 能为商场带来更大客流, 大商场不仅可以免除他们的入门费, 还可以降低分成, 甚至可以倒贴类似地方给企业的各种补贴。 21. 以行政区化为单位, 以税收和土地为手段展开招商引资竞争, 且在上下级政府间层层承包责任和分享收益, 这一制度架构对分税制改革后经济的飞速发展, 无疑有很强的解释力。 但随着时代发展, 这种模式的弊端和负面效果也越来越明显, 需要改革。 首先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见第三章。 土地的资本化运作, 本质是把未来的收益抵押到今天去借钱, 如果借来的钱投资质量很高, 转化成了有价值的资产和未来更高的收入, 那债务就不是大问题。 但地方官员任期有限, 难免会催生短事行为, 银吃卯粮, 过度借债, 去搞大项目, 搞面子工程, 工事留在当代了, 历史不是有千秋, 就是下任领导的事了。 如此一来, 投资质量下降, 收益不高, 债务负担就越来越重。 若仅仅只是债务问题, 倒也不难缓解。 最近几年实施了一系列财政和金融改革, 实际上已经遏制住了债务的迅猛增长。 但经济增速随之放缓, 说明资源的使用效率仍然不高。 就拿土地来说, 虽然各地都有动力调配好手中的土地资源, 平衡工业和商柱用地供给, 但在全国范围内, 土地资源和建设用地分配却很难优化。 地区间虽然搞竞争, 但用地指标不能跨省流动到效率更高的地区。 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经济突飞猛进, 人口大量涌入, 却没有足够的建设用地指标, 工业和人口容量都遭遇了人为的限制。 寸土寸金的上海, 却保留着289.6万亩农田2020年的数字, 可以说相当不经济。 同时, 中西部却有大量闲置甚至荒废的产业园区。 虽然地广人稀的西北本就有不少荒地, 所以真实的浪费情况, 可能没有媒体宣扬的那么夸张, 但这些用地指标本可以分给经济更发达的地区。 如果竞争不能让资源转移到效率更高的地方, 那这种竞争就和市场竞争不同, 无法长久地提高整体效率。 一旦投资放水的闸门收紧, 经济增长的动力立刻不足。 可是制度一直如此, 为什么前些年问题似乎不大? 因为经济发展阶段变了。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 传统农业生产率低, 只要把农地变成工商业用地, 农业变成工商业, 效率就会大大提升。 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先进企业不仅需要土地, 还需要产业集聚, 研发投入, 技术升级, 物流和金融配套等, 很多地方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图有大量建设用地指标又有何用? 改革的方向是清楚的。 2020年,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 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 放在最前面的就是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 要求不仅要在省, 市, 县内部打破城乡建设用地之间的市场壁垒, 建设一个统一的市场,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而且要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 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 以提高土地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效率。 第三节, 纵向不平衡与横向不平衡。 分税制改革之后, 中央拿走了收入的大头, 但事情还是要地方办, 所以支出的大头仍留在地方, 地方收支差距由中央转移支付来填补。 从全国总数来看, 转移支付足够补上地方收支缺口。 22, 但总数能补上, 不等于美籍政府都能补上, 也不等于每个地区都能补上。 省里有钱, 乡里不见得有钱。 广州有钱, 蓝州不见得有钱。 这种纵向和横向的不平衡, 造成了不少矛盾和冲突, 也催生了很多改革。 基层财政困难。 分税制改革之后, 中央和省分成, 省也要和市线分成。 可因为上级权威高于下级, 所以越往基层分道的钱往往越少, 但分道的任务却越来越多, 出现了财权层层上收, 市权层层下压的局面。 改革后没几年, 基层财政就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 有据顺口溜流行很广, 中央财政蒸蒸日上, 省级财政稳稳当当, 市级财政摇摇晃晃, 县级财政哭爹叫娘, 乡级财政兢兢光光。 从全国平均来看, 地方财政预算收入, 本级收入加上级转移支付, 普遍仅购给财政供养人员发工资, 但地区间差异很大。 在东部沿海,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 可以从土地财政中获取大量额外收入, 一手靠预算财政吃饭, 一手靠土地财政办事。 但在很多中西部现乡, 土地并不值钱, 财政收入可能连发工资都不够, 和用于办事的钱相互挤占, 连吃饭财政都不算, 要算讨饭财政。 23基层政府一旦没钱, 就会想办法增收, 以保持正常运转。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 农村基层各种乱收费层出不穷, 农民的日子不好过, 干群关系紧张, 群体性事件频发。 基层政府各种工程欠款, 会转化为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 引发讨薪事件, 拖欠工资, 打白条等, 层出不穷。 2000年初, 湖北建立县齐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 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 信中的一句话轰动全国, 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 这个三农问题, 就成了21世纪初政策和改革的焦点之一。 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改革, 及其他根本性改革, 如国企改革和住房改革, 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 这是党的十六大提出, 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 与科学发展观对应的五个统筹原则中, 第一条就是统筹城乡发展。 24从2000年开始, 农村税费改革拉开帷幕, 制止基层政府乱摊派和乱收费, 陆续取消了三提五桶和两工等。 25、2006年1月1日, 农业税彻底废止。 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终结了农民缴纳了千年的黄粮果税。 这些税费改革不仅提高了农民收入, 也降低了农村的贫富差距。 26之所以能推行这些改革, 得益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之后飞速发展的工商业, 使得国家财政不再依赖于农业税费。 2000年至2007年, 农业部门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5%下降到了10%, 而全国税收总收入却增加了3.6倍, 未扣除物价因素。 农村税费改革降低了农民负担, 但也让本就捉襟见肘的基层财政维持起来更加艰难。 所以,之后的改革就加大了上级的统筹和转移支付力度。 其一,是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开支, 纳入国家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 比如2006年开始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 截至2011年, 中央财政一共安排了3300亿元农村义务教育改革资金, 为约1.3亿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除了学杂费和教科书费。 27,再比如2003年开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新农合, 与2009年开始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新农保等, 均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财政资金参与。 其二,是在转移支付制度中加入激励机制, 鼓励基层政府达成特定目标并给予奖励。 比如2005年开始实施的三奖一补, 就对精简机构和人员的现象政府给予奖励。 28种员过多一直是政府顽疾, 分税制改革后建立的转移支付体系中, 相当一部分转移支付是为了维持基层政府正常运转和保障人员工资。 财政供养人员极有编制的人员越多, 得到的转移支付越多, 这自然会刺激地方政府扩变。 从1994年到2005年, 地方政府的财政供养人员再职加退休, 猛增了60%, 从2981万人增加到4778万人。 2005年实行三奖一补之后, 2006年财政供养人口下降了318万, 之后又开始缓慢上升, 2008年达到4631万。 2009年后, 财政供养人员的数据不再公布。 29。 其三, 是把基层财政资源向上一级政府统筹, 比如2003年开始试点的乡财献管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后, 乡镇一级的财政收入规模和支出范围大大缩减, 乡镇容员问题、管理问题、债务问题就变得突出。 通过预算供编、票据同管、 现乡联网等手段, 把乡镇财政支出的决定权上输到县, 有利于规范乡镇行为, 也有利于在县余范围内实现乡镇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根据财政部网站, 截至2012年底, 86%的乡镇都已经实施了乡财献管。 让县政府去统筹乡镇财务, 那县一级的财政紧张状况又该怎么办呢? 在市管县的行政体制下, 县的收入要和势力分账, 可是财政支出和招商引资却一直偏向市区, 是压线、是刮线、是吃线现象严重, 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而且很多城市本身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高, 难以对下辖线产生拉动作用, 所以在21世纪初, 全国开始推行扩权墙线和财政省指管线改革。 前者给县里下放一些和市里等同的权限, 比如土地审批、政兆发放等。 后者则让县财政和省财政直接发生关系, 绕开市财政, 在财政收支权利上做到县市评级。 这些改革增加了县一级的财政资源, 缩小了城乡差距。 三十, 乡财县管和省指管县改革, 实质上把我国五级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央省市区县乡镇, 在财政管理体制上拉平了, 变成了三级体制中央省市县。 县里的财政实力固然是强了, 但是否有利于长远经济发展则不一定。 省指管县这种做法源于浙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在全省施行, 效果很好。 但浙江情况特殊, 县域经济非常强劲, 很多县乃至乡镇都有特色产业集群。 2019年,浙江省53个县含县级市里, 18个是全国百强县。 但在其他一些省份, 省指管县改革至少遭遇了两个困难。 首先是省里管不过来。 改革前, 一个省平均管12个市, 改革后平均管52个市县。 钱和权给了县, 但监管跟不上, 县域出现了种种乱象, 比如和土地有关的腐败盛行。 其次, 县市关系变动不一定有利于县的长远发展。 以前县规市管虽受一层盘剥, 但跟市区通常还是合作大于竞争。 但改革以后, 很多情况下竞争就大于合作了, 导致县域经济孤岛化比较严重。 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市的实力本就不强, 现在进一步分裂城区河县, 更难以产生规模和急剧效应。 经济弱势的小马, 本就拉不动下辖线的大车, 但改革并没有把小马变成大马, 反倒把大车批成了一辆辆小车。 结果是小城镇遍地开花, 经济活动和人口不但没有向区域经济中心的市区急剧, 反而越搞越散。 从现有研究来看, 省值管县之后, 虽然县里有了更多资源, 但人均GDP增速反而放缓了。 三十一, 总体来看, 分税制改革后, 基层财政出现了不少困难, 引发了一系列后续改革, 最终涉及了财税体制的层级问题。 到底要不要搞扁平化, 学发达国家搞三级财政? 是不是每个省都应该搞? 对于相关改革效果和未来方向, 目前仍有正义。 地区间不平等。 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扩大。 由于出口飞速增长, 制造业自然向沿海省份急剧, 以降低出口货运成本。 这种地理分布符合经济规律, 并非税收改革的后果。 但随着产业急剧带来的优势, 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差距也越来越大。 公共财政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在分配财政资源, 平衡地区间的人均公共服务水平教育、医疗等, 所以中央也开始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转移支付。 1995年至2018年, 转移支付总额从665亿元增加到了61、649亿元, 增加了93倍,远高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 占GDP的比重也从1%升至7%。 32、80%以上的转移支付都到了中西部地区, 这保障了地区间人均财政支出的均等化。 33虽然目前东部和中西部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异依然明显, 但如果没有中央转移支付,地区差异可能更大。 图2-6描绘了最富的三个省,江苏、浙江、广东, 与最穷的三个省,云南、贵州、甘肃之间人均财政收支的差距。 以2018年为例,苏这月的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GDP是云贵干的2.7倍, 但由于中央的转移支付, 这些省份的人均财政支出基本持平, 人均财政支出的差距在过去20年中也一直远小于人均财政收入。 自2005年起,地区间人均财政支出差距进一步收窄, 这与上节提到的三奖一补政策有关。 虽然省一级的人均财政支出基本均衡, 但到了现一级,地区间差距就大了。 以2009年为例,人均财政支出最高的1%的线, 支出是最低的1%的线的19倍。 34,这种基层间的差距和上节讨论过的纵向差距有关 越往基层分道的钱越少,省级的差距到了基层, 就被层层放大了。 图二杠六苏这月与云贵干人均财力之比, 数据来源万德数据库, 住江苏、浙江、广东的人均GDP最高, 而云南、贵州、甘肃则最低。 此处未包括四个直辖市和西藏自治区, 这些地区和其他省份不太具有可比性。 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一般性转移支付,2009年之后改成均衡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35简单来说,前者附加条件少, 地方可自行决定用途, 而后者必须专款专用。 为什么要指定资金用途, 不让地方自主决策呢? 因为无条件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是为了拉平地区差距, 所以越穷的地方拿到的钱越多, 地方也就越缺乏增收动力。 而且均衡性转移支付要保证政府运作和公务员工资, 可能会刺激财政供养人员增加, 恶化容员问题。 专项转移支付约占转移支付总额的四成, 一般以做项目的形式来分配资金, 专款专用, 可以约束下级把钱花在上级指定的地方, 但在实际操作中, 这种转移支付加大了地区间的不平等。 36经济情况越好, 财力越雄厚的地区, 反而可能拿到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原因有三。 第一, 上级分配项目时一般不会洒胡椒面, 而是倾向于集中财力投资大项目, 并且交给有能力和条件的地区来做, 所谓突出重点, 则优支持。 第二, 2015年之前, 许多项目都要求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 只有有能力配套的地方, 才有能力承接大项目, 达到更多转移支付。 37第三, 项目审批过程中, 人情关系在所难免。 很多专项资金是由财政部先拨款给各部委后再层层下拨, 所以就有了跑不前进的现象, 而经济发达地区往往与中央部委的关系也更好。 38, 公共财政的重要功能是实现人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虽然我国在这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展, 但可改进的空间依然很大。 从目前情况来看, 东中西部省份之间, 同一省份的城乡之间, 同一城市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 公共服务的差别依然很大。 第五章将会继续探讨这些地区肩部均衡, 人与人不平等的问题。 结语, 要深入了解政府, 必须了解财税。 本章介绍了1994年份税制改革的逻辑和后果。 图2-7总结了本章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关系。 从中可以看到, 制度改革必须不断适应新的情况和挑战。 理解和评价改革, 不能生搬硬套某种抽象的哲学或理论标准, 而必须深入了解改革背景和约束条件, 仔细考量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所产生的改革效果。 只有理解了份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成功经验, 才能理解其中哪些元素已经不适应新情况, 需要继续改革。 图2-7第二章内容小结。 分税制之后兴起的土地财政, 为地方政府贡献了每年五六万亿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 着实可观, 但仍不足以撬动飞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想想每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想想高铁从起不到普及不过区区十年, 钱从哪里来? 每个城市都在大搞建设, 高楼、公园、道路、园区、日新月异, 钱从哪里来? 所以, 土地真正的力量还不在土地财政, 而在以土地为抵押而撬动的银行信贷与其他各路资金。 土地财政一旦架接了资本市场, 加上了杠杆, 就成了土地金融, 能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推动经济飞速扩张, 也造就了地方政府越滚越多的债务, 引发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 土地金融究竟是怎么回事? 政府究竟是如何融资和投资的? 中外媒体和分析家们都很关心的地方政府债务, 究竟是什么情况? 这些是下一章的内容。 扩展阅读 财政和税收本身就是一个专业, 涉及内容繁多, 很多大学都有专门的细所甚至学院。 本章重点不是财税本身, 而是以财税的视角去理解地方政府行为。 北京大学周非洲的著作, 以例为例, 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 2012与本章视角类似, 但更加系统和全面, 详细介绍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 一直到21世纪初主要财政改革的前一后果, 有不少一手调研资料, 逻辑性和结构都很好, 是一本优秀的入门读。 要深入了解城市的土地财政, 就必须了解农村的土地制度, 因为城市的新增建设用地, 大都是从农村征收来的。 北京大学周期人的著作《城乡中国》2017年修订版, 产式了城乡土地制度, 既追溯了过往, 也剖析了当下, 语言轻松, 说理清楚。 中国人民大学刘首英的著作《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2018则更为全面和详细, 适合进阶参考。 财政和土地制度是国家大事, 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 要想真正理解这些改革, 需要深入基层, 观察这些改革如何影响了官员、 企业家和普通人的行为, 如何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华中科技大学无意地著作《小镇喧嚣》, 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事, 2018年新版, 是一份非常详细和生动的记录。 这本《社会学术座椅50万字》的篇幅记录了21世纪初中部某小镇上发生的很多事, 大都围绕经济问题展开。 故事本身以及作者的评论都很精彩, 能让人看到上面来的改革对基层个体的重大影响。 在另一部类似的杰作《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 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2008》中, 田义和赵徐记录了一个北方小镇的故事。 与无意之作不同, 本书的叙事从1978年开始, 记录了三十年间财政变革给基层带来的种种变化。 读者尤其可以了解分税之后, 基层财政的悬浮和空转状态, 了解农业税费改革之前基层盛情的 买税或携税现象。 一、本小杰重点参考了北京大学周非洲的著作《2012》, 这是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财政改革历程和逻辑的极家读。 二、这种激励效果的理论和证据, 可参考金和辉、清华大学前影一、 斯坦福大学温加斯特、Wengast等人的合作研究 GIN,TN & Wengast,2005。 三、乡镇企业税收和雇工人数的数据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龚启胜和黎一鸣的研究 Kong & Lin,2007。 乡镇企业利润税率的数据来自 圣迪亚哥加州大学洛顿Noughton的著作《2020》。 四、香港中文大学王少光在其著作《1997》中 讨论了央帝之间囚徒困境式的博弈, 地方政府预料到中央在重新谈判中 可能鞭打快牛,所以不愿意努力征税。 这个理论只是猜测,很难验证。 而把预算内收入转成预算外收入的逻辑, 有数据支持,参见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李学文和卢锡海、 浙江大学张卫文等人的合作研究, 2.12 5、引文来自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刘克顾和贾康主编的财政改革回忆录2008 6、1993年带队副个省份做工作的朱镕基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7、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应为谢飞 8、应该是傅瑞 9、引文出自刘克顾和贾康2008 10、此处回忆可能有偏差 1993年全年地方税收收入比1992年增长了38% 11、引文参见刘克顾和贾康2008 12、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 关于2001年11月和12月上 中旬地方企业所得税增长情况报告的紧急通知 13、图2-3中 企业所得税在2000年就开始大幅攀升 这可能是由于统计口径调整 两千年前的企业所得税统计只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之后则包括了所有企业 有一种方法可以剔除统计口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 就是比较同一年中财政预算和决算两个数字 若无特殊情况 这两个数字应该差别不大 根据2002年中国财政年间 2001年地方企业所得税收入的预算数是1049亿元 但决算数是1686亿元 增长了61% 这种暴增在其他税种中是没有的 比如当时改革没有涉及的营业税 预算1830亿元 决算1849亿元 而早已经完成改革的增值税 预算是1229亿元 决算是1342亿元 再比如同样经历改革但没有基数投机冲动的中央企业所得税 预算是937亿元 决算是945亿元 14 浙江大学方鸿生和复旦大学张军 2013总结了分税制改革之后 关于税收征管力度的研究 15 地方税收压力恶化了工业污染 推升了过剩产能 相关证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鹏辉 和厦门大学梁若冰 谢真发 2017以及苏国燦等人的研究 2017 16 分税制改革后 地方财政支出重生产而轻民生 证据很多 比如复旦大学傅永和张燕对省级支出的研究 2007 中国人民大学马光荣和吕冰阳 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凯强对地级式支出的研究 2019 北京师范大学隐恒和北京大学朱鸿 对县级支出的研究 2011等 17 2007年我国重新调整了政府收支预算科目分类 所以没有办法直接比较2007年前后政府预算类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比例 但无疑是下降了 18 对新中国成立后土地产权制度演变过程和逻辑有兴趣的读者 可以参考本章结尾的扩展阅读 19 虽然法律规定集体土地还可以用于乡镇企业建设 但随着乡镇企业纷纷开始所有制改革 真正的乡镇企业越来越少 因此这个规定意义不大 此外 1997年以后实行用地规模和指标审批管理制度 省级政府自然将紧缺的建设用地指标 优先分配给省会和城市市区 给到县城的用地指标很少 而大部分集体建设土地位于县城 关于这方面更详细的介绍 可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刘首英的著作 2018第八章 本段中用到的数字也来自该书 20 在2016年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前 房地产开发和建筑企业缴纳的主要是营业税 百分之百归地方 不用和中央分成 所以占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甚至更高 以2013年为例 房地产开发和建筑企业缴纳的营业税 和归属地方的所得税加起来 相当于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16% 本段中的数字均出自历年的中国税务年间 21详细的阐释可参考张武昌的著作 2017 22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 一直到2008年 每年中央转移支付总额都高于地方 预算收支缺口 一般要高10%至20% 2009年 4万亿财政金融刺激之后 地方可以通过发债来融资 收支缺口 才开始大于中央转移支付 2015年新版预算法之后 省级政府才可以发债 但在2009年至2014年间 财政部可以代理省级政府发债 23 对基层财政的悬浮状态 和政府运转中的种种困难 田义和赵旭的著作 2008 以及无意的著作《2018》中都有生动的记录和深刻的分析 24 2003年党的16届三中全会 提出了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五个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25 改革前的农村税费负担 大概可以分为税费工三类 税 即农业武税 农业税 农业特产税 屠宰税 涉农器税 耕地占用税 费 即所谓三体五统 村集体的三项提留费用 村干部管理费 村工基金 村工益金 和乡政府的五项统筹费用 教育附加 计划生育 优服 民兵训练 乡村道路建设 工 就是两工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主要用于植树造林 防训 修缮校舍等 26 参见中央财经大学陈斌开和北京大学李寅寅的合作研究 2020 27 数字来自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和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熙的合作著作 2019 28三奖 一补包括对财政困难的现乡政府增加现乡税收收入 省市级政府增加对财政困难线财力性转移支付给予奖励 对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予奖励 对产粮大县给予奖励 对此前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做的好的地方给予补助 29 数据来自财政部预算资源司长李平主编的读物 2010 如果按照2006至2008年的年均增速1.8%推算 2018年地方财政供养人员应该在500万人左右 根据楼继委2013的数据 全国的公务员中地方占94% 2011年 如果这个比例也适用于全部财政供养人员 那2018年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再值加退休 大概是5850万 30 关于省值管线改革的研究很多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复旦大学谭之博 北京大学周立安 中国人民银行赵岳等人的合作研究 2015 31 省值管线改革引发的土地腐败和经济增速放缓 即改革前后省政府管理的行政单位数目 来自浙江大学李培 清华大学路易 香港科技大学王锦的合作研究 李 路安万 2016 32 1995年的转移支付数据 来自1995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2018年的数据 来自财政部网站公布的 关于2018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33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 关于2018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当年85%的转移支付 用在了中西部地区 而根据云南财经大学 尿晓林和高月光 以及云南大学王廷等人的计算 2017 从1995年到2014年 80%以上的转移支付 都分配到了中西部地区 34 目前可得的县级财政支出数据 直到2009年 来自2009年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我在计算时 仅包括了县和县级市 不包括市区 也没有包括四个支下市 和西藏自治区 35 广义转移支付 还应包括税收返还 但这部分钱本就属于地方 不包含在本段的统计中 36 专项转移支付 实际上增大了地方人均财力的差别 这方面证据很多 比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王瑞民 和中国人民大学陶然的研究 2017 37 2015年2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 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 明确中央在安排专项转移支付时 不得要求地方政府承担配套资金 38部位的人情关系 在专项资金分配中有重要作用 参见上海财经大学范子英 和华中科技大学李新的研究 2014 第三章 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激南大学附近有个地方叫石排村 是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之一 很繁华 前两年 有个美食节目探访村中 一家卖鸭仔饭的小店 东西好吃 还便宜 一份只卖12元 中年老板看上去非常朴实 主持人问他 挣得很少吧 他说 挣得少 但是我生活得很开心 因为我自己 我告诉你 我也是有 不是很多钱了 有十栋房子 可以收租 主持人一脸 怪不得的样子 对着镜头 哈哈大笑起来 为什么可以卖12元 因为他有十套房子 可以收租 老板平静地纠正他 是十栋房哦 不是十套房哦 十栋房 一栋有七层 主持人的大笑 被这突如其来的七十层楼 拍扁在了脸上 很多人都有过幻想 要是老家的房子和地能搬到北 上 广 深就好了 都是地 人家的怎么就那么值钱 区区三只土地 为什么一旦变成房本 别人就得拿大半辈子的收入来换 在穷的国家也有大片土地 土地本身并不值钱 值钱的是土地之上的经济活动 若土地只能用来种小麦 价值便有限 可若能吸引来工商企业和人才 价值想象的空间就会被打开 笨重的土地就会展现出无与伦比的优势 它不会移动 也不会消失 天然适合做抵押 做各种资本交易的压仓标的 身价自然飙升 土地资本化的魔力 在于可以挣脱物理属性 在抽象的意义上 交易承诺和希望 将过去的储蓄 现在的收入 未来的前途 统统汇聚和封存在一小片土地上 使其价值暴增 由此产生的能量 不亚于科技进步 支撑起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大投资 经济发展的奥秘之一 正是把有形资产 转变成为这种抽象资本 从而聚合跨越空间和时间的资源 一 上一章介绍了城市政府 如何平衡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供应 一手搞工业化 一手搞城市化 用土地使用权转让费 撑起了第二财政 但这种一笔一笔的转让交易 并不能完全体现土地的金融属性 地方政府还可以把与土地相关的未来收入资本化 去获取贷款和各类资金 将土地财政的规模成 备放大为土地金融 本章第一节用实例来解释这种土地金融与政府投资模式 第二节介绍这种模式的弊端之一 及地方政府不断加重的债务负担 与政府债务相关的各项改革中 也涉及对官员评价和激励机制的改革 因此第三节将展开分析地方官员 在政府投融资过程中的角色和行为 第一节 城投公司与土地金融 实业投资要比金融投资复杂得多 除了考虑时间 利率 风险等基本要素之外 还要处理现实中的种种复杂情况 基金经理从股票市场上 买入千百个散户手中的股票 和地产开发商从一片土地上 拆先掉千百户人家的房子 虽然同样都是购买资产 都算投资 但操作难度完全不同 后者若没有政府介入 根本干不成 实业投资通常是个连续的过程 需要不断投入 每个阶段打交道的对象不同 所需的专业和资源不同 要处理的事物和关系也不同 任意阶段 出了披露都会影响整个项目 就拿盖一家商场来说 前期的土地拆迁 中期的开发建设 后期的招商运营 涉及不同的专业和事务 往往由不同的主体来投资和运作 既要考虑项目整体的连续性 也要处理每一阶段的特殊性 我国政府不但拥有城市土地 也掌控着金融系统 自然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实业投资 不可能置身事外 但实业投资不是买卖股票 不能随时退出 且投资过程往往不可逆 未能完成或未能正常运转的项目 前期的投入可能血本无归 所以政府一旦下场就很难抽身 常常不得不深度干预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中国GDP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投资 这种增长方式 必然伴随着政府深度参与经济活动 这种方式是否有效率 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 本书下篇将深入探讨 但我们首先要了解 政府究竟是怎么做投资的 本节聚焦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 下一章再介绍工业投资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从成都宽窄巷子说起 法律规定 地方政府不能从银行贷款 2015年之前也不允许发行债券 所以政府要想借钱投资 需要成立专门的公司 二 这类公司大都是国有独资企业 一般统称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这个名称突出了其融资和负债功能 所以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 在谈及这些公司时 总是和地方债务联系在一起 但这些公司的正式名称 可不是融资平台 而大都有建设投资 或投资开发等字样 突出自身的投资功能 因此也常被统称为城投公司 比如乌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奇瑞汽车大股东 和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及上海城投集团 都是当地国资委的全资公司 还有一些公司专门开发旅游景点 名称中一般有旅游发展字样 比如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 也是成都市政府的全资公司 开发过著名景点宽窄巷子 宽窄巷子这个项目 投融资结构比较简单 从立项开发到运营管理 由政府和国企一手包办 宽窄巷子处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域 开发过程涉及保护 拆迁 修缮 重建等复杂问题 且投资金额很大 周期很长 盈利前景也不明朗 民营企业难以处理 因此这个项目从2003年启动至今 一直由两家市属全资国企 一手操办 2007年之前由成都城投集团负责 之后则由成都文旅集团接手 2008年景区开放 一边运营一边继续开发 直到2019年6月 首期开发才正式完成 整整花了16年 从文旅集团接手开始算 总共投入约6.5亿元 其中既有银行贷款和自由收入 也有政府补贴 成都文旅集团具有 政府融资平台类公司的典型特征 第一它持有从政府取得的大量土地使用权 这些资产价值不菲 再加上公司的运营收入和政府补贴 就可以撬动银行贷款和其他资金 实现快速扩张 2007年公司刚成立时 注册资本仅5亿元 主业就是开发宽窄巷子 2018年注册资本已达31亿元 资产204亿元 下属23家子公司 项目很多 三 第二 盈利状况依赖政府补贴 2015至2016年 成都文旅集团的净利润为6600多万元 但从政府接收到的各类补贴总额超过2亿元 补贴种类五花八门 除税收返还之外 还有纳入公共预算的专项补贴 比如成都市公共预算内 有一个旅游产业扶持基金 2012至2015年间 每年补贴文旅集团1亿元以上 政府还可以把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给文旅集团 再以某种名义将转让费元数返还作为补贴 4 2015年新预算法要求清理各种补贴 2017至2018年 文旅集团的净利润近1.4亿元 补贴则下降到不足4000万元 盈利状况依赖政府补贴是否就是没效率 不能一概而论 融资平台公司投资的大多数项目都有基础设施属性 项目本身盈利能力不强 否则也就无需政府来做了 这类投资的回报不能只看项目本身 要算上它带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说归说 这些大账怎么算争议很大 经济学的福利分析作为一种推理逻辑有些用处 但从中估算出的具体数字并不可靠 2009年初我第一次去宽窄巷子 当时还是个新景点 人并不多 2016年夏天我第二次去 这里已经成了著名景点 人山人海 根据文旅集团近几年披露的财务数据 宽窄巷子每年接待游客2000万人次 集团营收八九千万元 净利两三千万元 且增速很快 经济效益很好 但就算没有净利甚至亏损 这项目就不成功吗 也难说 2000万游客就算人均消费50元 每年10亿元的体量也是个相当不错的小经济群 而且还带动着周边商业 餐饮 交通的繁荣 社会效益也不错 对政府和老百姓来说 这也许比项目本身的盈利能力更加重要 第三 政府的隐性担保可以让企业大量借款 银行对成都文旅集团的受信额度为176亿元 而文旅集团发行的债券 评级也是AA家 该公司是否应有这么高的信用 见仁见智 但市场一般认为 融资平台公司背后有政府的隐性担保 所谓隐性 是因为担保法规定政府不能为融资平台提供担保 但其实政府不断为融资平台注入各类资产 市场自然认为这些公司不会破产 政府不会见死不救 所以风险很低 宽窄巷子这个项目比较特殊 大多数类似的城市休闲娱乐项目 并不涉及大量历史建筑的修缮和保护 开发过程也没这么复杂 可以由民营企业完成 比如遍及全国的万达广场和著名的上海新天地 还有武汉天地 重庆天地等 都是政府一次性出让土地使用权 由民营企业万达集团和瑞安集团开发和运营 当地的融资平台公司一般只参与前期的拆迁和土地整理 用术语来说 一块画出来的生地 平整清理后才能成为向市场供应的熟地 这个过程成为土地一级开发 一级开发投入大利润低 且涉及拆迁等复杂问题 一般由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完成 之后的建设和运营成为二级开发 大都有房地产公司来做 工业园区开发苏州工业园区VS华夏幸福 从运营模式上看 成都文旅集团有政府融资平台企业的显著特点 但大多数融资平台的主业不是旅游开发 而是工业园区开发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工业园区或开发区在我国遍地开花 2018年国家级开发区共552家省级1991家省级以下不计其数 5.苏州工业园区是规模最大 也是最成功的国家级开发区之一 占地278平方公里 2019年园区GDP为2743亿元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70亿元 经济体量比很多地级市还大 6.如此大规模园区的开发和运营自然要比宽窄巷子复杂得多 参与公司众多 主力是两家国企 赵润集团负责土地整理和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一级开发 2019年底刚上市的中芯集团负责建设 招商 运营 土地二级开发 赵润集团全称苏州工业园区赵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就是一家典型的融资平台公司 这家国有企业由园区管委会持有100%股权 2019年注册资本169亿元 主营业务是典型的土地金融 管委会把土地以资本形式直接注入赵润 由他做拆迁及酒通一瓶等基础开发 将生地变成可供实用的熟地 再由管委会回购 在土地市场上以招拍挂等形式出壤 卖给中芯集团这样的企业去招商和运营 兆润集团可以用政府注入的土地去抵押贷款 或用未来土地出让受益权去质押贷款 还可以发债 而还款来源就是管委会回购土地时支付的转让费 及各种财政补贴 兆润集团手中土地很多 在高峰期的2014年末 其长期抵押借款超过200亿元 质押借款超过100亿元 7.与成都宽窄巷子或上海新天地这样的商业项目相比 开发工业园区更像基础设施项目 投资金额大 因为面积大 盈利低 大都有融资平台类国企主导开发 之后交给政府去招商引资 而招商引资能否成功 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营商环境 像上海和苏州工业园区这种地方 优秀企业云集 所以招商的重点是优中选优 力争更好的聚合本地产业资源和比较优势 我去过苏州工业园区三次 每次都感叹其整洁和绿化环境 不像一个制造业企业云集的地方 2019年园区进出口总额高达871亿美元 虽说其飞速发展建了长三角的东风 但运营水平如此之高 园区管委会和几家主要国企功不可没 而在很多中西部市县 招商就困难多了 地理位置不好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政府财力和人力都有限 除了一些土地 没什么家底 因此有些地方干脆就化一片队出来 完全依托民营企业来开发产业园区 甚至连招商引资 也一并委托给这些企业 这类民企的代表是华夏幸福 这家上市公司的核心经营模式 是所谓的产城结合 即同时开发产业园区和房地产 简单来说 政府划一大片土地给华夏幸福 既有工业用地 也有商住用地 面积很大 常以平方公里为度量单位 华夏幸福不仅负责拆迁和平整 也负责二级开发 在让该公司声明大造的 河北固安高新区项目中 固安县政府 牵给华夏幸福的土地总面积 超过170平方公里 2017年第11期 财新周刊对华夏幸福做了深度报道 称其为造成者 不算夸张 工业园区开发很难盈利 招商引资本就困难 而想培育一个园区 需要引入一大批企业 过程更是旷日持久 所以华夏幸福赚钱 主要靠开发房地产 所谓产城结合 产是旗帜 城是重点 需要用卖房赚到的快钱 去支持产业园区运营 按照流程 政府委托华夏幸福 做住宅用地的一级开发 之后这片熟地要还给政府 再以招拍挂等公开方式 出让给中标的房地产企业 假如在这一环节中 华夏幸福没能把地拿回来 也就赚不到房地产 二级开发的大钱 但据财新周刊报道 在实际操作中 主导一级开发的 华夏幸福是进水楼台 其他企业很难参与其 产业园区中的房地产项目 用房地产的盈利 去繁补产业园区 这听起来很像第二章 所描述的政府土地财政 一手低价供应工业用地 招商引资 换取税收和就业 一手高价供应商住用地 取得卖地收入 但政府亏本招商引资 图的是税收和就业 可作为民企的华夏幸福 又能从工业园区发展中 得到什么呢 答案是 它也可以和政府分享 税收收益 园区内 企业缴纳的税收 地方留存部分 捡取园区运营支出 华夏幸福和政府 可按约定比例分成 按照法律 政府不能和企业 直接分享税收 但可以购买企业服务 以产业发展服务费的名义 来支付约定的分成 政府付费使用私营企业 开发建设的基础设施 如产业园区 不算什么新鲜事 这种模式 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源于海外 不是中国的发明 如果非要说中国特色 可能有二 第一是项目多 规模大 截至2020年5月 全国入库的 PPP项目 共有575个 总额近15万亿元 但真正开工建设的项目 只有4成 第二个特色 是社会资本 大都不是民营企业 而是融资平台公司 或其他国企 比如本节中提到的 成都文旅集团 赵润集团 中芯集团等 截至2019年末 在所有落地的 PPP项目中 民营企业参与率 不过三成 大都只做些独立项目 比如垃圾或污水处理 八 像华夏幸福这样 负责园区 整体开发的民企并不多 它打造的 河北公安高新区项目 也是国家级 PPP示范项目 最近两年 对房地产行业 以及土地市场的 限制越来越严 一些大型传统房企 也开始探索 这种产城融合模式 效果如何上代观察 第二章提到 政府搞城市开发 和招商引资 就像运营一个商场 需要用不同的代价 引入不同的商谱 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 政府还可以把 这一整套运作都外包 比如华夏幸福之类的 民营企业 让后者深度参与到 招商引资的职能中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罗纳德 科斯 Ronald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问过 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 市场如果有效 为什么会有企业 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 如果追问下去 企业和政府的边界又在哪里 从纸面定义看 各种实体似乎经未分明 但从实际业务和行为模式来看 融资平台类公司 就是企业和政府的混合体 而民营企业如华夏幸福 又承担着政府的招商职能 现实世界中没有定义 只有现象 只有环环相扣的权责关系 或者按张五常的说法 只有一系列合约安排 九 要想理解这些现象 需要深入调研当事人 面临的各种约束 包括能力 资源 政策 信息等 简单的政府市场二元观 没什么用 第二节 地方政府债务 图三杠一总结了土地财政 和土地金融的逻辑 1994年 分税制改革后 中央拿走了大部分税收 但因为有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地方政府维持运转问题不大 但地方还要发展经济 要招商引资 要投资 都需要钱 随着城市化和商品房改革 土地价值飙升 政府不仅靠土地使用权 转让收入 支撑起了土地财政 还向未来的土地收益资本化 从银行和其他渠道 介入了天量资金 利用土地金融的距离 推动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但同时也积累了大量债务 这套模式的关键是土地价格 只要不断的投资和建设 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城市就会扩张 地价就会上涨 就可以偿还 连本带利越滚越多的债务 可经济增速一旦放缓 地价下跌 土地出让收入减少 累积的债务 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 可能压垮融资平台 甚至地方政府 图三杠一 土地财政与土地金融 资料来源 清华大学 郑思琦等人的合作研究 2014 地方债的爆发 始于2008至2009年 为应对从美国 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 我国当时迅速出台 4万亿计划 中央政府投资 1.18万亿元 包括汶川地震 重建的财政拨款 地方政府投资 2.82万亿元 为配合政策落地 帮助地方政府融资 中央也放宽了 对地方融资平台 和银行信贷的限制 2008年 全国共有融资平台公司 3000余加 2009年 积增至8000余加 其中六成左右 是现役级政府融资平台 快速猛烈的经济刺激 对提振急速恶化的经济 很有必要 但大水漫灌的结果 必然是泥沙俱下 财政状况不佳的地方 也能大量借钱 盈利前景堪忧的项目 也能大量融资 短短三五年 地方政府就积累了天量债务 直到十年后的今天 这些债务依然没有完全化解 还存在不小的风险 为政府开发融资 国家开发银行 与成投债 实业投资 是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不是只看着财务指标 下注后各安天命 而需要在各个阶段 和各个环节处理各种挑战 所以精心选择 投资合作伙伴至关重要 我国大型项目的投资建设 无论是基础设施 还是工业项目 大都有政府直接参与 主体五花八门 有投融资平台类国企 有相关行业国企 也有科研和设计院所等单位 在现有的金融体制下 有国企参与 或有政府背书的项目 融资比较容易 本节聚焦成投公司的 基础设施项目融资 第四章和第六章会 讨论工业项目中的 政府投融资 以及由政府信用催生的 过度投资和债务风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大部分城市建设经费 要靠财政拨款 1994年 分水制改革后 地方财力吃紧 城市化又在加速 城建经费非常紧张 如果继续依靠财政 从牙缝里一点点抠 大规模城建 恐怕遥遥无期 但要想在城市建设开发中 引入银行资金 需要解决三个技术问题 第一 需要一个能借款的公司 因为政府不能直接 从银行贷款 第二 城建开发项目繁复 包括自来水 道路 公园 防洪 等等 有的赚钱 有的赔钱 但缺了哪个都不行 所以不能 以单个项目 崩投借款 最好捆绑在一起 以赚钱的项目 带动不赚钱的项目 第三 仅靠财政预算收入 不够还债 要能把跟土地 有关的收益用起来 为解决这三个问题 城投公司就诞生了 发明这套模式的是 国家开发银行 1998年 国家开发银行 以下简称 国开行 和安徽 吴湖市合作 把八个城市 建设项目 捆绑在一起 放入专门创立的 城投公司 吴湖箭投 以该公司 为单一借款人 向国开行 借款10.8亿元 这对当时的 吴湖来说 是比大钱 为城市建设 打下了基础 当时还不能用 土地生财 只能靠 市财政全面兜底 用预算安排的 偿还基金 做偿债来源 2002年 全国开始推行 土地招拍卦 政府授权 吴湖箭投 以土地出让 收益做质押 作为还款保证 2003年 在国开行 和天津的合作中 开始允许 以土地增值收益 作为贷款还款来源 这些做法后来 就成了全国城投公司的 标准模式 10. 国开行 是世界上最大的 开发性银行 2018年 资产规模 超过16万亿元人民币 约为世界银行的5倍 11. 2008年之前 国开行 是城投公司 最主要的贷款来源 2008年 4万亿 财政金融刺激之后 各种商业银行 包括工农中建 四大型 和城市商业银行 以下简称城商行 才开始大规模贷款 给城投公司 2010年 在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 所有贷款中 国开行约2万亿元 四大型2万亿元 城商行2.2万亿元 其他股份制银行 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合计1万亿元 城商行已经和国开行 四大型平起平坐 12. 城商行主要由地方政府控制 2015年 7成左右的城商行的 第一股东 是地方政府 13. 在各地招商引资竞争中 金融资源和融资能力 是核心竞争力之一 因此 地方政府往往掌控 至少一家银行 方便为融资平台公司 和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贷款 但城商行为 融资平台贷款 存在两大风险 其一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周期长 需要中长期贷款 国开行是政策性银行 有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 适合提供中长期贷款 但商业银行的资金 大都来自短期存款 与中长期贷款期限不匹配 容易产生风险 其二 四大型的存款来源庞大稳定 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期限错配 但城商行的存款来源并不稳定 自有资本也比较薄弱 所以经常需要在资本市场上融资 容易出现风险 以包商银行为例 2019年被监管机构接管 2020年提出破产申请 属银行业20年来首次 该行吸收的存款 占其负债总额不足一半 剩余负债几乎全部来自银行同业业务 十四 这个例子虽然极端 但在四万亿刺激后的十年中 全国中小城商行 普遍高度依赖同业融资 流动性一旦收紧 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乘投公司最主要的融资方式 是银行贷款 其次是发行债券 即通常所说的乘投债 与贷款相比 发行债券有两个理论上的好处 其一 把债券卖给广大投资者 可以分散风险 而贷款风险都集中在银行系统 其二 债券可以交易 价格和利率实时变动 反映了市场对风险的看法 高风险债券价格更低 利率更高 灵活的价格机制 可以把不同风险的债券 分配给不同类型的投资者 提高了配置效率 但对城投债来说 这两个理论上的好处 基本都不存在 第一 绝大多数城投债 都在银行间市场发行 七八成都被商业银行持有 流动性差 风险依然集中在银行系统 第二 市场认为城投债 有政府隐性担保非常安全 缺险的地方明明风险不小 但若发债时提高一点利率 也会受市场追捧 十五 事实证明市场是理性的 城投债从2008年4万亿 次级后开始爆发 虽经历了大小数次改革和清理整顿 但整体违约率极低 这个低风险高收益的怪胎 对于债券市场发展影响很大 积累的风险其实不小 地方债务与风险 地方政府的债务究竟有多少 没人知道确切数字 账面上明确的险性负债不难算 麻烦主要在于各种隐性负债 其中融资平台公司的负债占大头 中外学术界和业界对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 做了大量研究 所估计的地方债务总额在2015年到2017年间约为四五十万亿元 占GDP的五六成 其中三四成是隐性负债 十六 地方债总体水平虽然不低 但也不算特别高 就算占GDP六成 再加上中央政府国债 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也不足八成 相比之下 2018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百分之一百零七 日本更是高达百分之二百三十七 十七 而且我国地方政府借来的钱 并没有多少用于政府运营性支出 也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如希腊那样去支付社会保障 而主要是投资在了基础设施项目上 形成了实实在在的资产 虽然这些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很低 可能平均不到百分之一 但如果算大账 事实上也拉动了GDP 完善了基础设施 方便了民众生活 整体经济与社会效益可能比项目回报率高 18此外 我国政府外债很少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9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中的数据 2019年莫广义政府 政府加央行 得外债余额为3072亿美元 仅占GDP的百分之二 但是债务风险不能只看整体 因为欠债的不是整体而是个体 如果某人欠了一亿元 虽然理论上全国人民每人出几分钱就够还了 但实际上这笔债务足以压垮这个人 地方债也是一样的道理 不能用整体数字掩盖局部风险 纵向上看 层级越低的政府负担越重 风险越高 县级债务负担远高于省级 因为县级的经济发展水平更低 财政收入更少 横向上看 中西部的债务负担和风险远高于东部 19 虽然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 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有很多外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在现实世界里 还债需要借款人手中实打实的现金 需的效益没用 融资平台投资回报率低 收入就低 还债就有困难 由于有地方政府背后支持 这些公司只要能还上利息和到期的部分本金 就能靠借薪还就来滚动和延续其余债务 但大多数融资平台收入太少 就算是只还利息也要靠政府补贴 2017年 除了北京 上海 广东 福建 四川和安徽等六省市外 其他省份的融资平台公司的平均收入 若扣除政府补贴 都无法覆盖债务利息支出 二十 但政府补贴的前提是政府有钱 这些钱主要来自和土地开发有关的各种收入 一旦经济遇冷 地价下跌 政府也背不起这沉重的债务 地方债的治理与改革 对地方债务的治理始于2010年 十年间兜兜转转 除了比较细节的监管措施 重要的改革大概有四项 第一项就是债务置换 从2015年新版预算法生效后开始 到2019年基本完成 简单来说 债务置换就是用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 替换一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和成头债 这么做有三个好处 其一 利率从之前的7%至8%甚至更高 降低到了4%左右 大大减少了利息支出 缓解了偿付压力 低利率也有利于改善资本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 融资平台占用了大量银行贷款 也发行了大量成头债 因为有政府隐性担保 市场认为这些借款风险很低 但利率却高达7%至8% 银行既是贷款主体 也是成头债 主要买家当然乐于做大这个低风险高收益的业务 不愿意冒险借钱给其他企业 市场平均利率和融资成本也因此被推高 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利率调节资金和风险的功能 需要改革 其二 与融资平台贷款和成头债相比 政府公债的期限要涨得多 因为基础设施投资的项目周期也很长 所以债务置换就为项目建设注入了长期资金 不用在短期债务到期后 与履债融资 降低了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 其三 至少从理论上说 政府信用要比融资平台信用更高 债务置换因此提升了信用级别 债务置换是为了限制债务增长 规范借债行为 所以地方政府不能无限制的发债 去置换融资平台债务 中央对发债规模实行限额管理 总体限额由国务院确定 并报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各地区限额则由财政部 根据各地债务风险和财力测算决定 报国务院批准 这种数量管制的好处是 限额不能突破 适应约束 坏处是比较僵硬 不够灵活 经济发达地区可能有更多更好的项目 但因为超过了限额而无法融资 而欠发达地区一些不怎么样的项目 却因为在限额之内就能借到钱 第二项改革是推动融资平台转型 厘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剥离其为政府融资的功能 同时破除政府对其形成的隐性担保 融资平台公司业务中一些公共服务性质 强的承建或基建项目可以剥离出来 让地方政府用债务置换的方式承接过去 也可以用PPP模式来继续建设 然而很多平台公司负债累累 地方政府有限的财力也只能置换一部分 剩余债务剥离不了 公司转型就很困难 而且要想转型为普通国企 公司的业务和治理架构都要改变 业务要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 公司领导也不能再由官员兼任 所以融资平台转型并不容易 目前还远被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 要想遏制其债务继续增长 就要制止地方政府继续为其提供隐性担保 在近几年的多起法院判例中 地方政府提供的担保函均被判无效 2017年 财政部问责了多起违规担保 比如重庆乾江区财政局 曾为当地的融资平台公司 出具过融资产品本息承诺函 后乾江区政府 区财政局 融资平台公司的有关 负责人均被处分 21 第三项改革 是约束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 避免大量资金流入融资平台 这部分监管的难点不在银行本身 而在各类影子银行业务 第六章会详谈相关改革 包括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 第四项改革就是问责官员 对过度负债的行为终身追责 这项改革从2016年开始 2018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正式下发地方政府隐姓债务问责办法 要求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官 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 终身问责 倒查责任 最近几年也确实问责了一些干部 案件类型主要集中在各类违规承诺 比如上文中提到的对重庆前江区政府的问责 这种明显违规的操作容易查处 但更重要的是 那些没有明显违规举债却把钱投资到了没效益的项目上的操作 这类行为难以确定和监管 深层次的改革需要从根本上约束官员的投资冲动 那么这种冲动的体制根源在哪里呢 第三节招商引资中的地方官员 几年前我参加中部某式的招商动员大会 有位招商业绩不错的干部分享心得 要对招商机会有敏感度 要做一个执着的跟踪者不能轻言放弃 要在招商中锻炼自己 做到童头铁嘴顺风耳橡皮腰 茶糊度兔子腿 童头是指赶闯赶创造机会 铁嘴是指能说会道不怕磨破嘴皮 顺风耳和兔子腿 指消息灵通且行动敏捷 茶糊度只能喝酒能射焦 这些形容非常形象容易理解 我当时不太懂什么是橡皮腰 后来听他解释要尊重客商 身段该软的时候要能扳得下腰 但在谈判过程中也不能随便让步 若涉及本是重要利益 该把腰挺起来的时候也要挺直了 这些特点让我联想到了推销员 他接下来讲的话又让我想到了客服 要关注礼仪 注重细节 做到四条 第一要信守承诺 第二要记得回电话 客商的电话信息要及时回复 第三遇到事情用最快的速度 最高的效率去处理 第四要做个有心人 拜访客商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当然台上做报告可以把话说得很漂亮 现实中可能是另一回事 后来我和该市的招商干部打了几次交道 他们确实非常主动 电话打得很勤 有的项目就算已经表示过不适合引入该地区 对方也还会反复联系 拿新的条件和方案不断试探 不会轻易放弃 在几次交流中我了解到 该市招商工作的流程设置得很好 相关激励机制也比较到位 虽然地区资源和条件有限 但招商工作的确做得有声有色 我国官僚体系庞大 官僚体系自古就是政治和社会支柱之一 而且一直有吸纳社会精英的传统 人力资源雄厚 根据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 25至59岁的城市人口中上过大学的包括专科 约占22% 但在政府工作人员中上过大学的超过一半 在25至40岁的政府工作人员中 上过大学的超过七成 而同龄城市人口中上过大学的只有三成 22如今社会虽然早已多元化了 优秀人才选择很多 但学而优责式的传统和价值观一直都在 且政府依然是我国最有资源和影响力的部门 所以每年公务员考试都非常火爆 至少要达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才能报考 而录取比例也非常低 本节聚焦地方官员 从人数构成上看 地方官员是官僚体系的绝对主体 按公务员总人数算 中央公务员只占6% 若把各类事业单位也算上 中央只占4% 这在世界各主要国家中是个艺术 美国中央政府公务员占比为19% 日本为14% 德国为11% 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值高达41% 23 官员政绩与激励机制 势在人为 人才的选拔和激励机制是官僚体制的核心 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效果 所谓激励机制 简单来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 事情做好了对个人有什么好处 搞砸了有什么坏处 因为发展经济是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 所以激励机制需要将干部个人得失与本地经济发展情况紧密挂钩 既要激励地方主官 也要激励基层公务员 从胡萝卜的角度看 经济发展是地方官的主要政绩 对其声望和声迁有重要影响 而对广大普通政府工作人员而言 职务晋升机会虽然很少 但实际收入与本地财政情况密切相关 也和本部门 本单位的技巧密切相关 这些又都取决于本地的经济发展 从大棒角度看 一方面有党纪国法的监督惩罚体系 另一方面也有地区兼招商引资的激烈竞争 为防止投资和产业流失 地方官员需要改善本地营商环境 提高效率 若某部门为了部门利益而损害 整体营商环境 或部门间扯皮降低了行政效率 上级出于政绩考虑也会进行干预 地方主官任期有限 要想在任内快速提升经济增长 往往只能加大投资力度 上马各种大工程 大项目 以市委书记和市长为例 在一个城市的平均任期不过三四年 而基础设施或工业项目 最快也要两三年才能完成 所以新冠上任三把火 烧得又快又猛 上任头两年 基础设施投资 工业投资 财政支出往往都会快速上涨 而全国平均每年都有三成左右的地级市 要更换市长或市委书记 所以各地的投资都热火朝天 政治投资周期比较频繁 二十四投资需要资金 需要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支持 所以在官员上任的前几年 土地出让数量一般都会增加 而新增的土地供应 大多位于城市周边郊区 所以城市发展 就呈现出了一种摊大饼的态势 建设面积越扩越大 但普遍不够紧凑 通勤时间长 城等高 加重了拥挤程度 也不利于环保 二十五 虽然官员的晋升动机 与促进经济增长目标之间不冲突 也对地区经济表现有相当的解释力 但这种偏重投资的增长模式 会造成很多不良后果 二十六 二零一六年之前官员升迁或调任后 就无需再对人类的负债负责 而新官又通常不理就账 会继续加大投资 所以政府债务不断攀升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 低风险高收益的工业投资项目减少 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投资的经济效益 也在减弱 继续加大投资 会降低经济整体效率 助推产能过剩 此外 出于政绩考虑 地方官员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 常常偏重看得见的工程建设 比如城市道路 桥梁 地铁 绿地等 相对忽视 看不见的工程 比如地下官网 所以每逢暴雨 看海的城市就很多 二十七 因为官员政绩 激励对地方政府投资有重要影响 所以近年来在驱杠杆 驱库存 驱产能等供给侧结构性重大改革中 也包含了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改革 2013年 中组部发布 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 特别强调 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 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 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 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单纯 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 来衡量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发展成效 地方各级党委政府 不能简单 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 评定下一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和考核等次 明确了选人用人 不能简单 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为英雄这项通知之后 再加上一系列财政和金融改革措施 地方GDP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开始下降 28-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 明确在考核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的工作实际时 要看全面工作 看推动本地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情况和实际成效 在官员考核和晋升中政绩非常重要 但这不代表人情关系不重要 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 只要工作业绩不能百分百清楚地衡量 像送快递建设那样 那上级的主观评价就是重要的 与上级的人情关系就是重要的 人情和业绩之间可能互相促进业绩突出 容易受领导青睐 而领导支持也有助于做好工作 但如果某些领导为扩大自己的权利和影响 在选人用人中忽视工作业绩 任人为亲就可能打击下属的积极性 在这类问题突出的地区 官僚体系为了约束领导的任性 可能在晋升中搞论资排辈 因为年龄和功龄客观透明 不能随便修改 但如此一来 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都会降低 29 虽然地方官场的人情关系 对于局部的政治经济生态会有影响 但是否重要到对整体经济现象 有特殊的解释力 我持怀疑态度 一方面 地方之间有竞争关系 会限制地方官员自以行事 另一方面 人情关系网依赖其中的关键人物 不确定性很大 有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就有树倒狐尊赛 但无论是张三得志还是李斯倒霉 工作都还是一样 要继续做 发展经济也一样 还是地方政府工作的主题 政绩和晋升无疑 对地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非常重要 却无法激励绝大多数公务员 他们的日常工作与政绩关系不大 晋升希望也十分渺茫 在庞大的政府工作人员群体中 县处级及以上的干部 大约只占总人数的1% 平均来说 在一个县里所有的政科实职干部中 每年升负县级的概率也就1% 而从负县级干部到县委副书记 还要经历好几个岗位和台阶 动辄数年乃至数十年 三十 因此绝大多数政府工作人员 最在意的激励并不是晋升 而是实际收入以及一些工作福利 包括工资 奖金 补助 补贴 实惠的食堂 舒适的办公条件等等 这些收入和福利都与本地经济发展 和地区财政紧密相关 在地区之间 甚至同一地区的部门之间 差异很大 大部分人在日常工作中 可以感受到这种差异 知道自己能从本地发展 和本单位发展中得到实惠 若有基层部门破坏营商环境 也会受到监督和制约 经济学家注重研究有形的讲成 强调外部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环境 但其实内心的情感驱动也非常重要 任何一个组织 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 都不可能只靠外部讲成来激励员工 外部讲成必然要求看得见的工作业绩 而绝大多数工作都不像送快递 没有清清楚楚 且可以实时衡量的业绩 因此需要使命感 价值观 愿景等种种与内心感受相关的驱动机制 不忘初心 家国情怀 为人民服务等 都是潜在的精神力量 而德财兼备 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原则 也正式强调了内在驱动和自我约束的重要性 31 腐败与反腐败 政府投资和土地金融的发展模式 一大弊端就是腐败严重 与土地有关的交易和投资往往金额巨大 且权力高度集中在个别官员手中 极易滋生腐败 近些年查处的大案要案大多与土地有关 在最高检检查日报 从2008年到2013年报道的腐败案例中 近一半与土地开发有关 32随着融资平台和各种融资渠道的兴起 涉嫌腐败的资金又嫁接上了资本市场和金融工具 变得更加隐秘和庞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 反腐败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之一 并一直保持了高压态势 截至2019年底 全国共立案审查县处级及以上干部15.6万人 包括中管干部414人和厅局级干部1.8万人 33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我国的腐败现象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 腐败与经济高速增长 长期并存 这与腐败危害经济这一过度简单化的主流观念冲突 以腐败为由 畅空中国经济的预测 屡屡落空 第二随着改革的深入 政府和市场间关系在不断变化 腐败形势也在不断变化 20世纪80年代的腐败案件 大多与价格双轨之下的 官岛和各种投机倒把有关 90年代的案件 则多与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 流失有关 21世纪以来 与土地开发相关的案件成了主流 34 要理解腐败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关键是要理解不同腐败类型的不同影响 腐败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掠夺式腐败 比如对私营企业敲诈勒索 向老百姓所汇 盗用挪用公款等 这类腐败对经济增长和产权保护极其有害 随着我国各项制度和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 各种监督技术的不断进步 这类腐败已大大减少 比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不规范的罚款和乱收费很多 常见的解决方式是私下给办事人员现金 以免去更高额的罚款或收费 如今这种情况少多了 罚款要有凭证 要到特定银行或通过手机缴纳 钱款来去清除 很难贪腐 我国也基本没有南亚和非洲一些国家常见的 小偷小摸式腐败 比如在机场过检时 在护照里加钱 被警察找查要钱等 这些年 我国整体营商环境不断改善 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 我国从2010年的全球第八十九 未上升至2020年的第31位 而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近五年来 也一直保持在每年一三百亿美元左右的高位 第二类腐败是官商勾连 共同发财式腐败 比如官员利用职权把项目批给关系户企业 而企业不仅要完成项目 为官员贡献政绩 也要在私下给官员很多好处 这类腐败发生在招商引资过程中 而相关投资和建设可以促进经济短期增长 所以腐败在一段时期内可以和经济增长并存 但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来看 这类腐败会带来四大恶果 其一 长期偏重投资导致经济结构扭曲 资本收入占比高 而劳动收入占比低 老百姓收入和消费增长速度偏慢 第七章会讨论这种扭曲 其二 扭曲投资和信贷资源配置 把大量资金浪费在效益不高的关系户项目上 推升债务负担和风险 第六章会讨论这种风险 其三 权钱交易扩大了贫富差距 第五章会分析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其四 地方上可能形成利益集团 不仅可能限制市场竞争 也可能破坏政治生态 出现大面积的它方式腐败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数次强调 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活活 拉帮结派 利益输送 强调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运动 是更为广阔的系统性改革的一部分 其中既包括曲杠杆等经济结构改革 也包括防范金融风险改革 还包括各类生产要素 尤其是土地的市场化改革 这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转变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 所以需要打破在就有模式下形成的利益集团 在改革尚未完成之前 反腐败会长期保持高压态势 2020年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公布了一项针对我国城乡居民独立民调的结果 这项调查从2003年开始访谈人数超过3万人 调查结果显示 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反腐成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2016年约65%的受访者认为 地方政府官员整体比较清廉 而2011年这一比例只有35% 35%居民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长期居于高位 按百分之计算约83分 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则低一些 省政府约78分 县乡政府约70分 但在尚未完成转型之前 习惯了就有工作方式的地方官员 在反腐高压之下 难免会变得瞻前顾后 缩手缩脚 2016年中央开始强调 雍正兰正代证也是一种腐败 要破除为官不为 2018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 强调建立健全容错机制 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 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 因缺乏经验 先行先事出现的失误错误 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 区分开来 把尚无明确限制的 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误 同明令禁止后 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 区分开来 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 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 区分开来 这些措施如何落到实处 还有待观察 改革开放40年以来 社会财富飞速增长 腐败现象在所难免 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所谓度金年代中 各类腐败现象也非常猖獗 群带关系愈演愈烈 经济腐化政治 政治又反过来腐化经济 形成了所谓的系统性腐败 Systematic Corruption 之后经过了数十年的政治和法治建设 才逐步缓解 36从长期来看 反腐败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一部分 除了专门针对腐败的制度建设之外 更为根本的措施 还是减政放权 转变政府角色 正如党的19大报告所提出的 要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减政放权 创新监管方式 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结语 1994年份税制改革后 财权集中到了中央 但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 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维持运转 但几乎所有省份 无论财政收入多寡 债务都在飞速扩张 可见 政府债务问题根源不在收入不够 而在支出太多 因为承担了发展经济的任务 要扮演的角色太多 因此 债务问题不是简单的预算软约数问题 也不是简单修改政府预算框架的问题 而是涉及政府角色的根本性问题 改革之道在于减政放权 从生产投资型政府 向服务型政府逐步转型 算账要算两边 算完了负债 当然还要算算借债投资所形成的资产 既包括基础设施 也包括实体企业 给基础建设 投资算账 不能只盯着项目本身的低回报 还要算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整体效益 但说归说 这笔大账怎么算并没有一致认可的标准 争议很大 然而无论怎么争 这笔账总归应该考虑人口密度和设施利用率 在小城市修地铁 在百万人口的城市规划 建设几十万人口的新城 在远离供应链的地方建产业园区 再怎么吹得天花乱坠 也很难让人看到效益 至于实体企业 很多行业在资金大水漫贯之下盲目扩张 导致产能过剩和产品价格下跌 但同时也有很多行业 在宽松的投资环境中迅速成长 基深世界一流水准 为产业转型升级做出了卓越贡献 比如光电显示 光伏 高铁产业等 下一章就来讲讲他们的故事 扩展阅读 本章讨论的所有话题 包括拆迁 招商引资 地方债务 户籍与城市化等 都能在周浩导演的杰出纪录片《大同》 又名中国市长中看到 该片记录了大同市员市长耿燕波 重建这所城市的故事 2013年 耿燕波调离大同 至今已过去七年有余 如今网络上针对当年那场 造成运动 以及耿燕波本人的评论 褒贬不一 对照影片中 记录的各种当年的故事和冲突 引人深思 篇幅所现 本章没有展开分析官员行为 对经济的各种影响 北京大学周立安的杰作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官员激励于治理第二版 2017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冯君奇在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中线干部 2010生动细致 是了解我国现于官场的上家之作 密歇根大学红远远的著作 China's Gilded Age The Paradox of Economic Boom and Vast Corruption 2020讨论了我国近些年来的各类腐败现象 与美国过去及现在的腐败做了对比 解释了腐败为什么可以与经济增长共存 该书也对研究腐败的文献做了全面的梳理 有参考价值 如今的主流经济学教材中 很少涉及土地 在生产和分配中 一般只讲劳动和资本两大要素 土地仅被是做资本的一种 而在古典经济学 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中 土地和资本是分开的 地主和资本家也是两位人 这种变化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 在工业和服务业主导的现代经济中 农业的地位大不如前 所以农业最重要的资本投入 土地也就慢慢被资本吞没了 然而土地和一般意义上的资本 毕竟不同 供给量固定 没有折旧等 且如今房产和地产 已成为国民财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应该重新把土地 纳入主流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框架 而不是仅将其归类到 城市经济学或房地产经济学等分支 几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 Rethinking the Economics of Land and Housing Ryan Collins Lloyd and McFarlane 2017 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一 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 德索托 Hernando De Sito 的名著资本的秘密 2007 对资本的属性 有极佳的论述 二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贷款通责中 对借款人资格 做了严格限定 排除了地方政府 1995年版的预算法规定 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债券 2014年修订版 则允许省级政府发债 三 相关数据来自公司发债时 披露的信息和报表 读者可以到上海清算所网站下载 四 2009年末 成都市财政局 把关于宽窄巷子 历史文化保护区项目的 一笔土地出让金 3769.82万元 以补贴收入的形式 全额返还给了文旅集团 专项用于宽窄巷子项目的宣传推广 五 数据来自 2018年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由发改委和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 六 数字来自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业 我的家乡包头是 人口为290万人 2019年的GDP也只有2715亿元 公共预算收入不过152亿元 七 数据来自赵润集团发债的募集说明书 和相关评级公告 赵润集团的业务有很多 除开发园区土地之外 也开发房地产 八 与PPP相关的数据 来自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网站 www.cpppc.org 九 张武昌在其著作 《2019第四选》中 深入探讨了关于合约选择的一般性理论 十 关于五湖模式的来龙去脉 可参考 国家开发银行史 1994-2012编委会 2013 十一 国开型和世界银行的资产规模来自各自年报 世界银行资产规模仅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IBRD和国际开发协会 BIDA 十二 数据来自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风险管理部党军章 和王庆华的文章 2010 十三 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洪正 张硕南 张林等人的合作研究 2017 十四 数据来自财新周刊 2019年第21期的文章 央行银保 间联合接管包商银行全记录 首次有限 打破同业钢队 十五 2010-2012年 中央连续出台政策 收紧了银行对融资平台的贷款 也收紧了信托等融资渠道 围绕开这些管制 融资平台开始大量发行成投债 不惜支付更高利息 十六 对隐性负债的估计有很多 数据来源差不多 结果大同小异 此处的数字参考了三种文献 清华大学白仲恩 芝加哥大学谢长泰 及香港中文大学宋征的论文 By C&Song 2016 海通证券江超 朱征兴 度假的言报 2018 德意志银行张志威和雄毅的论文 John & Young 2019 17 美国和日本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全球债务数据库 详见第六章图6-3 18 德意志银行的张志威和雄毅 John & Young 2019 计算了1109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回报率 2016年 回报率的中位数只有0.8% 19 越穷的省债务负担越重 上海交通大学的陆明在著作中2016分析了这一关系 20 德意志银行的张志威和雄毅 John & Young 2019 计算了1109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利息覆盖率 及公司收入除以利息支出得到的比值 如果这个比值大于1 就有能力复息 21 讲见财新周刊 2017年第21期的封面文章 在查地方隐性负债 22城市人口的教育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政府工作人员的教育数据来自2006至2013年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微观数据 23 这些数字来自财政部前部长楼继委的文章 2018 24 北京大学姚阳和上海财经大学张沐阳 2013收集了1994至2008年间241个城市1671名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数据 发现他们在一个城市的平均任期是3.8年 中位数是3年 中山大学杨海生和罗党论等人 2014则收集了1999至2013年间近400个地级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资料 发现平均每年都有近三成的地级市中至少有一个人职务发生变更 大量研究显示 地区经济指标随地方主观任期变动 读者可参考北京大学周立安著作2017第六章对这些研究的总结 25 复旦大学王之 北京大学张静华和周立安等人的论文发现 市领导升迁和城市面积扩张之间有正向关系 Wine John & Joe 2020 26 关于省 市 县各级地方主观晋升和当地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 研究非常多 北京大学周立安的著作2017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27 辽宁大学徐叶坤和马光源 2019研究了官员变更和本地工业企业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 对外经贸大学吴敏和北京大学周立安2018研究了官员 晋升和城市可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之间的关系 28 2013年之后 省市GDP和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 这一现象及相关解释 可以参考复旦大学张军和樊海潮等人的论文 2020 29 在我国官场寄生中 政绩和人情都重要 是互补关系 不者可参考圣迪亚哥加州大学贾瑞学 大阪大学夏松真知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大卫 赛姆 David Seym 等人的论文 G Tudermatso and Seym 2015 关于组织中人情关系和工作表现的基本经济学理论 可以参考芝加哥大学普伦德加斯特 Trendergast和托佩尔Topo的论文 1996 以及复旦大学陈硕 长江商学院范新宇 香港中文大学朱志涛的论文 Chen Fan and Zoo 2020 30 县处级干部占政府工作人员的比例 来自密歇根大学红圆圆的著作 N 2020 基层政科寄生副县级的概率 来自北京大学周立安的著作 2017 31 斯坦福大学的克雷普斯 Krebs 教授是经济激励理论的大家 他写过一本 关于公司如何激励员工的通俗小书 2018 在这本书中 经济学强调的外部激励 Incentive 只占一部分 而管理学更加重视的内心驱动 Motivation 则占了大量篇幅 32 数据来自复旦大学陈硕 和中山大学朱林的合作研究 2020 33 数据来自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上署 明中基研的文章 把研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34 改革开放以来 各种腐败形式的详细数据和分析 可以参考复旦大学陈硕 和中山大学朱林的论文 2020 以及密歇根大学红圆圆的著作 N 2020 35 数据来自哈佛大学 坎尼安 坎尼汉 塞什 SEIC 和图利尔 Turiel 等人的研究报告 2020 36 关于美国这一时期的腐败和治理 马里兰大学经济史学家 沃利斯 Wallace 的论文 2006 很精彩 第四章 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2019年初 我访问台北 遇到一位美国企业的本地高管 他说 你们大陆的经济学 跟我在哈佛商学院学的不一样 市场竞争和供给需求吗 你们企业背后都有政府补贴和支持 我们怎么竞争的过 企业都被搞死了 这么搞不行了 我说 程总 这企业又不是人 哪有什么死活 就是资源重组吗 台湾工程师现在在大陆的工资比以前高 产品质量比以前好 价格比以前便宜 不是挺好吗 贵公司去年在武汉落地的厂子 投资百亿元 跟地方政府要补贴和优惠的时候 那可是一点也不让步 一点也不是厂经济啊 哈哈 他说补贴吗 能拿还是要多拿 哎 你回去 可别说不该给我们补贴啊 现实世界没有黑白分明的市场和政府分界 只有利益关系环环相扣的各种组合 我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计划经济 所以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资源 土地 金融 国企等 不可避免会介入实业投资 由于实业投资的连续性 复杂性和不可逆性 第三章 政府的介入必然也是深度的 与企业关系复杂而密切 不容易退出 在每个具体行业中 由于技术 资源 历史等因素 正起合作的方式各不相同 钢铁是一回事 芯片是另一回事 因此 讨论和分析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 不能脱离具体行业细节 否则一流于空白 社会现象复杂多变 任何理论和逻辑都可以找到不少反例 因为逻辑之外 还有天时 地利 人和 不确定性和人为因素 对结果影响非常大 而结果又直接影响到对过程和理论的平坦 成功了才是宝贵经验 失败了只有惨痛教训 产业政策有成功有失败 市场决策也有成功有失败 用一种成功去质疑另一种失败 或者用一种失败去推崇另一种成功 争论没有尽头 因此 本章的重点是具体案例 行业和企业如何建立政府来发展 实行了哪些具体政策 政府资金如何投入和退出 又如何影响行业兴衰和技术起落 首先要了解基本事实和经过 才能评判结果 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和统计数据 不是讲道理的唯一形式 也不一定是最优形式 具体的案例故事 常常比抽象的道理更有力量 启发更大 一 在行业或产业研究中 案例常常包含被模型忽视的大量重要信息 尤其是头部企业的案例 依赖企业财务数据的统计分析 通常强调行业平均值 但平均值信息有限 因为大多数行业二八分化严重 头部企业与中小企业基本没有可比性 财务数据也无法捕捉大企业的关键特征 大企业不仅是技术的汇聚点和创新平台 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和产业链核心 与政府关系历来深厚复杂 在资本主义世界也是如此 本章前两节是两个行业案例 夜经显示和光伏 叙述的切入点依然是地方政府投融资 读者可以再次看到 地方融资平台或城投公司 招商引资竞争 土地金融等 只不过这一次的投资对象 不是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 而是具体的工业企业 第三节介绍 近些年兴起的政府产业投资基金 这种基金不仅是一种新的招商引资方式 和产业政策工具 也是一种以市场化方式使用财政资金的探索 第一节 京东方与政府投资 2020年双十一期间 戴尔27寸高清液晶显示屏 在天猫的售价为949元 2008年 戴尔27寸液晶显示器售价期599元 还远达不到高清 不是窄边框 也没有护眼技术 2020年 3000多元就可以买到70寸的高清液晶电视 各种国产品牌都有 而在2008年 只有三星和索尼能生产这么大的液晶电视 售价接近40万元 是今天价格的100倍 在当时相当于北京上海的小半套房 惊人的价格下跌背后 是技术进步和国产替代 显示屏和电视 硬件成本近八成来自液晶显示面板 2008年 面板行业由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主导 大陆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可以忽略不计 2012年 我国进口显示面板总值高达500亿美元 仅次于集成电路 石油和铁矿石 到了2020年 大陆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已接近四成 成为世界第一 彻底摆脱了依赖进口的局面 涌现出了一批重量级企业 如京东方 华星光电 深天马 维信洛等 国产显示面板行业的崛起 不仅推动了彩电和显示器等价格的直线下降 也推动了华为和小米等国产手机价格的下降 促成了使用液晶屏幕的各类国产消费电子品牌的崛起 在显示面板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地方政府的投资发挥了关键作用 以规模最大也最重要的公司京东方为例 其液晶显示面板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电视等领域的销量近些年来一直居于全球首位 二 根据其2020年第三季度的报告 前六大股东均是北京 合肥 重庆三地国资背景的投资公司 合计占股比例为23.8% 其中既有综合类国资集团 如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也有聚焦具体行业的国有控股集团 如北京电子控股 还有上一章讨论的地方 城投公司如合肥箭头和重庆渔富 投资方式既有直接股权投资 也有通过产业投资基金 建本章第三节进行的投资 京东方和政府投资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 我国大陆采电行业的重头戏码是各种价格债 当时大陆的主流产品还是笨重的显像管CRT电视 建设了大量显像管工厂 但其实国际技术主流却已转向了平板液晶显示 彻底取代显像管知识不可逆转 而占液晶电视成本七八成的显示面板 大陆却没有相关技术完全依赖进口 大陆花了接20年才让彩电工业价值链的95% 实现了本土化 但由于没跟上液晶显示的技术变迁 一夜之间价值链的80%又需要依赖进口 三 而主要的面板厂商都在日韩和中国台湾 他们常常联手操纵价格和供货量 2001年至2006年 三星 LG 奇美 友达 中华硬管 汉语彩经等六家主要企业 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召开了共计53次晶体会议 协商作价和联合操纵市场 使得液晶面板一度占到电视机总成本的八成 2013年 法盖委依照价格法案发时候还没有反垄断法 后者自2008年起施行中操纵市场价格的条款 罚了这六家企业3.5亿元 欧美也对如此恶劣的价格操纵行为做了处罚 欧盟罚了他们6.51元 美国罚了他们13亿美元 色 在这一背景下 具有自主技术和研发能力的京东方 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这家企业的前身是老国企北京电子官场 经过不断改制和奋斗 21世纪初已经具备了生产小型液晶显示 面板的能力 这些能力大多源自2005年 在北京一桩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五代线 这是国内第二条五代线 当时非常先进 距离全球第一条五代线 韩国LG的建成投产时间也不过三年 五这条生产线收购自韩国企业投资规模很大 当时的融资计划是设立一家公司在中国香港上市 为项目建设融资 但这个上市计划失败了 可生产线已经开始建设 各种设备的订单也已经下了 于是在北京市政府与国开行的协调下 九家银行组成银团 由建设银行北京分行牵头 贷款给京东方7.4亿美元 北京市政府也提供了28亿元的借款 以国资委的全资公司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为借款主体 这笔政府借款后来转为了股份 在二级市场套现后还赚了一笔 此外 在五代线建设运营期间 北京市政府还先后给予两次政策贴息 共1.8亿元 市财政局也给了一笔专项补助资金 5.327万元 六 天有不测风云 京东方五代线的运气不好 在液晶面板大起大落的行业周期中 投赞了波峰 产在了波谷 起初打产品及17寸显示屏的价格 从动工建设时的每片300美元 暴跌到了量产时的每片150美元 2005年和2006年两年 京东方亏损了33亿元 北京市政府无力救助 若银团贷款不能斩期 就会有大麻烦 银团贷款斩期 必须所有参与的银行都同意 而9家银行中 出资最少的一家小银行不同意 反复协调后才做通工作 但其中的风险和难度 也让京东方从此改变了融资模式 其后数条生产线的建设 都采用股权融资 先向项目所在地政府筹集足够的资本金 剩余部分在使用贷款 2008年 京东方决定在成都建设4.5代线 第一次试水新的融资模式 这条生产线总投资34亿元 其中向成都市两家成头公司 定向增发股票18亿元 剩余16亿元采用银团贷款 由国开型牵头 两家成头公司 分别是成都市政府的全资公司 成都工业投资集团 献名成都产业投资集团 和成都高新区管委会的全资公司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 这两家公司不仅有大量 与土地开发和融资相关的业务 见第三章 也是当地国资最重要的产业投资平台 与北京五代线项目相比 成都4.5代线的资本金充足多了 京东方运气也好多了 这条以小屏幕产品为主的生产线 投产后正好赶上了智能手机的爆发 一直盈利 也为京东方布局手机屏幕领域占了先机 但当时最赚钱的市场还是电视 主流的27寸和32寸大屏幕电视 显示面板完全依赖进口 但建设一条可生产大屏幕的六代线 可生产18至37寸屏幕 所需投资超过百亿元 融资是个大问题 2005至2006年 国内彩电巨头TCL 创为康家 长虹等计划联手解决卡脖子问题 于是拉来了京东方 在深圳启动了巨龙计划 想借助财力雄厚的深圳市政府的投资 在当地建设六代线 但信息流出后 日本夏普开始游说深圳市政府 提出甩开技术落后的京东方 帮深圳建设一条投资280亿元的7.5代线 由于夏普的技术和经验远胜京东方 深圳市政府于是在2007年与夏普签署合作协议 京东方出局 巨龙计划流产 但仅一个多月之后 夏普就终止了与深圳的合作 当时上海的上广电 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也计划和京东方在昆山合作建设一条六代线 但夏普再次上门搅局 提出与上广电合作 将京东方踢出局 随后不久 夏普再次找借口退出了与上广电的合作 夏普的两次搅局 推迟了我国高时代产线的建设 但也给了合肥一个与京东方合作的机会 2008年的合肥 财政预算收入301亿元 归属地方的只有161亿元 想建一条投资175亿元的六代线 非常困难 经济和政治角色风险都很大 但当时的合肥 期待产业升级提振经济发展 领导班子下了很大决心 甚至传说一度要停了地铁项目来建设这条六代线 融资方案仍然采用京东方在成都项目中用过的股票定向增发 但因为投资金额太大 合肥政府财力不足 所以这次增发对象不限于政府 也面向社会资本 但合肥政府承诺出资60亿元 并承诺若社会资本参与不足 定向增发不顺利时都得出资90亿元 可以说是把家底压上了 在这个过程中 夏普又来搅局 但因为京东方已经吃过两次夏普的亏 所以在与合肥合作之初就曾问过市领导 如果夏普来了怎么办 领导曾表示过绝不动摇 所以这次搅局没有成功 上一章说过 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 资本市场和信用机制都不完善 因此以信用级别高的政府为主体 来融资和投资更为可行 这不仅适用于与土地有关的债务融资 也适用于股权融资 在合肥六代线项目的股票定向增发上 市政府参与的主体又是两家成头公司 市政府的全资公司合肥箭头 和高新区管委会的全资公司合肥新城 七 二者的参与带动了社会资本 2009年的这次定向增发 一共融资120亿元 两家成头公司一共只出资了30亿元 其他八家社会投资机构出资90亿元 八 与成都项目类似 定向增发之外 京东方再次利用了国开型牵头的银团贷款 金额高达75亿元 合肥六代线是我国第一条高世代生产线 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安徽省最大的一笔单体工业投资 这条生产线生产出了大陆第一台32寸液晶屏幕 让合肥一跃成为被关注的高技术制造业基地 不仅很多中央领导来视察 周边经济发达的江浙户领导也都组团来考察 为合肥和安徽政府赢得了声誉 京东方后来又在合肥建设了8.5代2014年投产和10.5代生产线2018年投产 吸引了大量上下游厂商落地合肥 形成了产业集群 使合肥成为我国光电显示产业的中心之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四万亿计划出台之后 京东方进入了快速扩张阶段 2009年初中央首次将发展新型显示器件列入政策支持范围 9.6月 合肥六代线开工建设 8月 京东方8.5代线的奠基仪式在北京益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 彻底打破了韩日和中国台湾地区对大陆的技术和设厂封锁 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内 坐不住的境外厂商开始迅速推进与大陆的实质性合作 夏浦和南京的熊猫集团开始合资建线 LG和广州签约建设八代线 三星则和苏州签约建设七点五代线 中国台湾的面板厂商也开始呼吁台湾当局放开对大陆的技术限制 允许台商在大陆设厂 但这些合资项目并没有获得我国政府的快速批准 京东方赢得了一些发展时间 在这一快速扩张阶段 京东方的基本融资模式都是扩充资本金加银团贷款 地方政府投资平台既可以参与京东方股票定向增发 来扩充其资本金 也可以用土地使用权收益入股 在鄂尔多斯生产线的建设过程中 地方政府甚至拿出了十亿吨煤矿的开采权 此外 地方承托公司也可以委托当地银行 向京东方提供低息甚至免息委托贷款 比如在北京易庄8.5代线的建设过程中 易庄开发区的全资公司易庄国头 就曾委托北京银行向京东方贷款2亿元 年利率仅为0.01% 实在比如 2015年京东方在成都高新区建设新的产线 高新区管委会的全资公司成都高头 就先后向京东方提供委托贷款44亿元 年利率为4.95% 但所有利息都由高新区政府全额补贴 11.2014年京东方做了最大的一笔股票定向增发 总额为449亿元 用于北京 重庆 合肥等地的产线建设 这笔增发的参与者中前三位 都是当地的政府投资平台 北京约85亿元 重庆约62亿元 合肥约60亿元 12.2015年之后 随着新世代产线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 京东方基本上停止了新的股票定向增发 而让地方政府平台公司通过银团贷款或其他方式去筹集资金 比如2015年开工建设的合肥10.5代线项目 计划投资400亿元 项目资本金220亿元 银团贷款180亿元 在这220亿中 市政府通过本地最大的城投公司合肥箭头筹集180亿 京东方自筹40亿 筹资过程中 也利用了政府产业投资基金 如合肥新品产业投资基金 这一新的方式引入了外部资金 建本章第三节 13.京东方的发展路径并非孤立 位列国内显示面板第二位的TCL华星光电 虽然是民营企业 但同样也是在政府投资推动下发展的 2007年巨龙计划流产后 TCL集团的董事长李东升 与次长市与外商合资引进高时代面板产线 均告失败 于是他与深圳市政府商议组建团队自主建设8.5代线 该项目计划投资245亿元 是深圳历史上最大的单体投资工业项目 首期出资100亿 TCL从社会上募集50亿 深圳市通过国资委旗下的投资公司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50亿 具体由此公司深超投资执行 这个项目风险很大 因为TCL和京东方不同 并没有相关技术储备和人才 基本依靠从台湾挖来的工程师团队 深圳市政府为降低风险 还将15%的股份卖给了三星 这些股份后来大部分被湖北省政府的投资基金收购 用于建设华星光电在武汉的生产线 2013至2017年 华星光电营业收入从155亿元涨到306亿元 净利润从3.2亿元涨到49亿元 正是因为有华星光电 在家电行业逐渐败退的TCL集团才成功转向面板生产 2019年正式更名为TCL科技 14.经济歧视 现代工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很强 显示面板行业一条生产线的投资动辄百亿 只有大量生产才能拉低平均成本 因此新企业的进入门槛极高 不仅投资额度大 还要面对先进入者已经累积的巨大成本和技术优势 若新企业成功实现大规模量产 不仅自身成本会降低 还会抢占旧企业的市场份额 削弱其规模经济 推高其生产成本 因此一定会遭遇旧企业的各种打压 比如三星可以打价格战 夏普也可以到处搅局 经济学教科书中 关于市场竞争的理论 一般都是讲国内市场 不涉及国际市场 所以新进入者可以寻求一切市场手段 去打破在位者的优势 比如资本市场并购 挖对方技术团队等 若在位者的打压手段太过分 还可以诉诸反垄断法 但在国际市场上 由国界和政治因素造成的市场 扭曲非常多 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 不过是常规手段 价格操控 技术封锁 并购审查等也是家常便饭 比如中国公司去海外溢价收购外国公司 标的公司 文峰股价大涨 股东开心 皆大欢喜 但对方政府却不允许 市场经济的道理讲不通 若资源不能流动和重组 市场竞争 优胜劣汰及比较优势 等传统经济学推理的有效性 都会受到挑战 行政手段造成的扭曲 往往只有行政力量才能破解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 就一定该帮助国内企业 进入某个行业 关键还要看国内市场规模 在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 政府若投资和补贴国内企业 这些企业无法利用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 必须依赖出口 那政府的投入实际上是在补贴外国消费者 但在我国 使用液晶屏幕的很多中端产品 比如电视和手机 其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就在国内 所以液晶显示产业的外移性极强 若本国企业能以更低的价格生产 不一定非要有技术优势 能够拉低国际厂商的慢提要价也可以 政府就可以考虑扶持本国企业进入 这不仅能打破国际市场的扭曲和垄断 还可以降低国内下游产业的成本 促进其发展 十五 政府投资上游产业的同时 也促进下游产业的发展 这种例子有不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利 重新调整亚洲战略 尼克松宣布终止对其亚洲盟友的 直接军事支持 时任韩国总统朴正希 相应地调整了产业发展战略 着力发展重工业 以夯实国防基础 自1973年起 韩国政府通过国家投资基金 National Investment Fund 和韩国产业银行 Corea Development Bank 将大量资金投入六大战略行业 钢铁 有色金属 造船 机械 电子 石化 这一产业发展战略 在当时受到了很多质疑 1974年 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明确表示 对韩国的产业目标 能否实现持保留意见 认为这些产业不符合 韩国的比较优势 并建议把纺织业这个资金 和技术壁垒较低的行业 作为工业化的突破口 16 韩国人没听他们的 后来不仅这些战略行业 本身发展得很好 培育了世界一流的造船业 以及普向制铁 和三星电子这样的世界顶尖企业 而且大大降低了下游产业投入品的价格 推动了下游产业如汽车行业的发展 培育出了现代集团这样的一流车企 1979年 朴正熙欲似身亡 韩国产业政策开始转型 原有的很多扶持政策被废止 但这些产业的基础已经扎稳 后来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 17 京东方和华兴光电等企业的崛起 带动了整个光电显示 产业链向我国急剧 这也是规模效应的体现 因为规模不够 就吸引不到上下游企业向周围急剧 一旦行业急剧形成 企业自身的规模经济效应 就会和行业整体的规模经济效应叠加 进一步降低运输和其他成本 光电显示面板产业规模大 变条长 目前很多上游环节 显示材料 生产设备等 依然由国外厂商主导 利润率高于面板制造环节 但京东方等国内面板生产企业的发展 发动了众多国内企业进入其供应链 而其中用到的很多技术和材料 也可以用于其他产业 比如半导体 从而带动了我国很多相关行业的发展 不仅如此 无论是京东方的竞争对手 还是合作伙伴 诸多海外企业纷纷在我国设厂 也带动了我国上游配套企业的发展 18 规模经济和产业急剧 也会刺激技术创新 市场大 利润就大 就能支撑更大规模的研发投入 产业的急剧 还会带来技术和知识的外溢 促进创新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每年的报告 从2016年到2019年 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 全球十大公司中 每年都有京东方 还有华为 创新当然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 但创新是买不来的 只能靠自己做 创新必须基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 所以只能自己动手边做边学 否则永远也学不会 只有自己动手 不是靠简单的模仿和引进 才能真正明白技术原理 才能和产业链上的厂商深入交流 才能学会修改设计 以适应本土客户的要求 也才能逐步实现自主创新 若单纯依靠进口或引进 没有自己设厂和学习的机会 那本国的技术就难以进步 很多关键技术都会受制于人 这样的国际分工和贸易 并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19.很多关于我国工业发展的 纪录片中都详细记录了 我国各行业工人 工程师 科学家们在生产过程中的 艰难摸索和自主创新 本章的扩展阅读 终会推荐其中一些作品 这就好比学生学习写论文 不自己动手研究 动手做 动手写 只靠阅读别人的东西 理解永远只能停留在表面 停留在知识消费的层次 不可能铲除心智 就算全天下的论文和书籍 都摆在面前 一个人也不会自动成为科学家 强调自主创新 不是提倡闭关锁国 当然没必要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 况且贸易开放 也是学习的捷径 和独立自主 并不矛盾 二十 但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 相当大一部分研发支出 和技术创新 均来自本土的大型制造业 非自然资源类企业 二十一 这也正是我们从京东方的发展故事中 所看到的 像我国这样一个大国 需要掌握的核心技术 及产品种类和数量 远远多过一些中小型国家 第七章会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 东亚经济奇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政府帮助本土企业 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 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 规模效应和技术外移效应 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 和国际竞争力 假如 韩国按照其1970年显示出的比较优势 来规划产业 就应该听从世界银行的建议 去发展纺织业 但韩国没有这么做 而是一头扎建了本国根本没有的产业 到了1990年 韩国最具比较优势的十大类出口商品 比如轮船和电子产品 1970年时根本就不存在 22 可见比较优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是可以靠人为创造的 其实比较优势并不神秘 就是机会成本低的意思 而对于没干过的事情 事前其实无从准确判断机会成本 没干过怎么知道呢 中国也是如此 政府和私人部门合力 进入很多复杂的 传统上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 但经过多年发展 其产品如今在国际上 已经有了比较优势 23 从2000年到2018年 我国出口商品的复杂程度 从世界第39位上升到了第18位 24 这不仅反映了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 等硬件质量的提升 也反映了营商环境和法制环境 等软件质量的提升 因为复杂的产品和产业链 涉及诸多交易主体和复杂商业关系 投资和交易金额往往巨大 所以对合同的制定和执行 营商环境稳定性 合作伙伴间 信任关系等都有很高要求 各国产品的复杂程度 与本国法制和营商环境之间直接相关 25 而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 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 我国已从2010年的世界第89 会上升至2020年的第31位 地方政府竞争 在各地招商引资竞争中 地方政府为了吸引京东方落户本地 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 上一章曾讨论过 成头公司的基础设施投资 不能只看项目本身的财务回报 还要看对当地经济的整体带动 这道理对产业类投资也适用 京东方不仅自身投资规模巨大 且带来的相关上下游企业的投资也很大 带动的GDP税收及就业十分可观 曾有合肥市政府相关人士 反驳外界对其投资京东方的质疑 不要以为我们不会算账 政府是要算细账的 一个京东方生产线 从开始建就能拉动300亿元的工业投资 建成之后的年产值就是千亿级别 从开建到完全投产不到五年时间 五年打造一个千亿级别的高新技术产业 这种投资效率非常高了 26 新兴制造业在地理上的急剧效应很强 因为扎堆生产可以节约原材料 和中间投入的运输成本 而且同行聚集在一起 有利于知识和技术交流 外衣效应很强 因此产业集群一旦形成 自身引力会不断加强 很难被外力打破 但在产业发展早期 究竟在哪个城市形成产业集群 却有很多偶然因素 27 大部分新兴制造业对自然条件要求不高 不会特别依赖先天自然资源 而且我国基础设施发达 物流成本低 所以一些内陆的中心城市虽然没有沿海城市便利 但条件也不是差很多 这些城市若能吸引一些行业龙头企业落户 就有可能带来一大片相关企业 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中 占得一席之地 比如合肥的京东方和郑州的富士康等 由于京东方生产线投资巨大 很自然首先要谋求与财力雄厚的深圳或上海合作 但两次都被下捕搅局 就给了合肥和成都机会 2001年 中国加入搭败六TEO后 广东和江浙湖发展迅盟 而合肥 成都 武汉等内地中心城市 则亟待产业转型 提振经济发展 这些城市为此愿意冒险 全力投资新兴产业 京东方在合肥先后投资 建设了三条生产线 吸引了大量配套企业 使合肥成为我国光电显示 产业的主要基地之一 以如前文所述 这一产业使用的很多技术 又与其他产业直接相关 比如芯片和半导体 所以 合肥政府利用和京东方合作的经验和产业基础 后来又吸引了赵益创新等半导体行业龙头企业 设立了合肥长新 成为我国内存 GEM制造产业的中心之一 2008年至2019年 合肥的实际GDP扣除物价因素上涨了3.4倍 高于全国GDP同期上涨幅度2.3倍 2020年 合肥GDP总量破万亿 新进万亿GDP城市 2020年末共有23个城市 这种发展效应 自然会引发其他地区的模仿 不少城市都上马了液晶面板生产线 而政府扶持也吸引了一些并无技术实力和竞争力的小企业进入该行业 引发了对产能过剩的担忧 28显示面板是一个周期性极强的行业 市场价格高涨时 很多企业进入 供给快速增加 推动价格大跌 让不少企业倒闭 而低价又会刺激和创造出更多新的需求和应用场景 推动需求和价格再次上涨 这种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已经清洗掉了很多企业 行业中心也在一轮轮的清洗中 从美国转到日本 再到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 再到大陆 也许在未来的世界 屏幕会无处不在 连房间的整面墙壁甚至窗户都会是屏幕 但也有可能会有不可思议的黑科技出世 完全消灭掉现有显示技术 就像当年液晶技术消灭掉显像管技术一样 没人能够预知未来 但招商引资竞争所引发的重复建设 确实屡见不鲜 尤其在那些技术门槛较低 投资额度较小的行业 比如曾经的光伏行业 第二节光伏发展与政府补贴 光伏就是用太阳能发电 2012年前后 我国很多光伏企业倒闭 全行业进入寒冬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无论在政府 学术界还是媒体眼中 光伏都是产业政策和政府补贴失败的活靶子 但假如有人在当年滔天的质疑声中 悄悄买入一些光伏企业的股票 比如龙基股份 现在也有几十倍的收益了 实际上 经过当年的行业洗牌之后 我国的光伏产业已经成为全球龙头 国内企业包括其海外工厂的产能 占全球八成 该产业的几乎全部关键环节 如多金硅 硅片 电池 组件等 我国企业都居于主导地位 29 在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的驱动之下 光伏组件的价格在过去十年 2010-2019下降了85% 同期的全球装机总量上升了16倍 我国国内市场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 装机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30 光伏已经和高铁一样 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 光伏产业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 阿拉伯世界禁运石油 油价飙涨 石油危机爆发 刺激了美国政府扶持和发展新能源产业 卡特政府大量资助光伏技术研究 补贴产业发展 80年代初 美国光伏市场占全球市场的85%以上 但随后里根上台 油价回落 对光伏的支持和优惠政策大都废止 产业链开始向政府补贴更慷慨的德国和日本转移 这一时期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马丁 格林 Martin Green 教授发展了很多新技术 极大提升了光伏发电的效率 被誉为光伏支付 他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了我国光伏产业的中间 其中就包括施政荣博士 31 2001年 施政荣在无锡市政府的支持下 创办了上德 占股25% 无锡的三家政府投资平台 如无锡国联发展集团 和五家地方国企 如江苏小天鹅集团 共出资600万美元 占股75% 可以说 无锡政府扮演了上德天使投资人的角色 2005年 上德成为中国首家 在纽交所上市的民营企业 因为在上市前 拟入了高盛等外资 收购了全部国资股份 市本人的持股比例也达到46.8% 上市后 一跃成为中国首富 这种造富的示范效应非常强烈 刺激各地政府 纷纷上马光伏项目 2005年 在江西西渔市政府的一系列扶持之下 塞维集团成立 2007年 就成为江西 首家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 创始人彭晓峰成为江西首富 2010年 在海内外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 已超过20家 32 2008年 各地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的投资 包括光伏 主要手段还是廉价土地 税收优惠 贴息贷款等 在刺激政策 与地方政府的背书之下 尚德和塞维等龙头企业开始大规模负债扩张 2011年初 尚德规模已经不小 但无锡政府又提出五年内再造一个尚德 划拨几百亩土地 鼓励尚德再造一个五万人的工厂 并帮助其获得银行贷款 2011年 塞维已经成了心于财政的第一贡献大户 创造就业岗位2万个 纳税14亿元 相当于当年心于财政总收入的12% 33 与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液晶显示面板行业不同 这一时期的光伏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市场 尤其是德国和西班牙 因为其发电成本远高于火电和水电 国内消费不起 2011年的光伏出口中 57%出口欧洲 15%出口美国 虽然国内从2009年起 也陆续引入了一些扶持和补贴政策 如金太阳工程 补贴光伏装机 但总量并不大 2010年 国内市场只占我国光伏企业销量的6% 34 因为光伏发电成本远高于传统能源 所以光伏的海外需求也离不开政府补贴 欧洲的补贴尤其慷慨 德国不仅对装机有贷款提息优惠 还在2000年就引入了后来被全球广泛借鉴的标杆电价补贴 Feed-in Tariff Feed 光伏要依靠太阳能 晚上无法发电 电力供应不稳定 会对电网造成压力 因此 电网一般不愿意进入光伏电站 但在标杆电价制度下 电网必须以固定价格持续购买光伏电量 期限20年 该价格高于光伏发电成本 这种价格补贴会加到终端电价中 由最终消费者分摊 这个固定价格会逐渐下调 以刺激光伏企业技术进步 提高效率 但事实上 价格下降速度慢于光伏的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速度 所以投资光伏发电有利可图 可以说 我国光伏产业不仅是国内地方政府扶持出来的 也得益于德国 西班牙 意大利等国政府的扶持 在欧美市场 我国企业借助规模效应 政府补贴 以及产业急剧带来的成本优势 对其本土企业造成了不小冲击 2009年到2011年 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相继爆发 欧洲各国大幅削减光伏补贴 同时 为应对我国企业的冲击 美国和欧盟从2011年底开始 陆续对我国企业展开反倾销 反补贴调查 关税飙升 其实这一时期 我国专门针对光伏的补贴总量很有限 大部分补贴 不过都是地方招商引资中的常规操作 比如土地优惠和贷款贴息 并非具体针对光伏 只有光伏产业急剧的江苏省 在2009年率先推出了与德国类似的标杆电价补贴 确定2009年光伏电站入网电价为每度2.15元 远高于每度约0.4元的煤电上网电价 补贴资金 愿于向省内电力用户 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生产用电 收取电价附加费 建立省光伏发电 扶持专项资金 为鼓励企业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江苏将2010年和2011年的标杆电价 降为每度1.7元和1.4元 在2008年 金融危机和双反调查前几年 我国光伏企业已经在急速扩张中 积累了大量产能和债务 如今出口需求锐减 大量企业开始破产倒闭 包括曾经风光无限的上德和赛维 光伏产业进入寒冬 在这种背景之下 光伏的主要市场开始逐渐向国内转移 2011年 中央政府开始分阶段 对光伏施行标杆电价补贴 要求电网按固定价格 1.15元 每度全额购买光伏电量 并从2013年起实行地区差别定价 36具体来说 是把全国分为三类资源区 一类是西北光照墙的地区 二类是中西部 三类是东部 每度电上网电价分别定为 0.9 0.98亿元 与当时煤电的平均上网电价 约0.4元相比 相当于每度电补贴 0.6元 对分布式光伏 则每度电补贴 0.42元 在资金来源方面 十项店里 中端用户征收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上缴中央国库 进入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除中央的电价补贴之外 很多省市也有地方电价补贴 比如上海就设立了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专项资金 对光伏电站实行 每度电0.3元的固定补贴 资金来自本籍财政预算和本市实行的差别电价电费收入 37 与世界各国一样 我国的电价补贴也随时间逐步下调 以引导光伏企业不断降低成本 2016至2017年 我国两次调低三类地区的标杆电价至每度电0.65 0.75 0.85元 下降幅度达到28% 23% 15% 实际上 企业的效率提升和成本降幅远快于补贴降幅 同期光伏组建价格每年的下降幅度均超过30% 所以投资光伏电站有利可图 装机规模因此快速上升 2016至2017年两年 我国光伏组建产量占全球产量的73% 而光伏装机量占全球的51% 不仅是全球最大的产地也成了最大的市场 38 但装机量的急速上涨造成了补贴资金严重不足 拖欠补贴现象严重 如果把对风电的欠补也算上的话 2018年6月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拖欠总额达到1200亿元 很多光伏电站建在阳光充足且地价便宜的西部 但当地人口密度低 经济欠发达 用电量不足 销纳不了这么多点 跨省配电不仅成本高 且面临配电体系固有的很多制度扭曲 所以电力公司经常以为拿到政府拖欠的补贴为由 拒绝给光伏电厂结算 导致甘肃 新疆等西部省份的气光现象严重 39 在这种大背景下 2018年5月31号 531新政出台 大幅降低了补贴电价 也大幅缩减了享有补贴的新增装机总量 超过这个量的新增装机 不再能享受补贴指标 这个政策立即产生了巨大的行业冲击 影响不亚于当年欧美的双反 当年第四季度 政策重新转软 9月 欧盟取消了对我国企业长达五六年的双反措施 光伏贸易 恢复正常 欧盟的双反并未能挽救欧洲企业 除了在最上游的归料环节 大多欧洲企业已经退出光伏产业 2019年 我国开始逐步退出固定电价的补贴方式 实行市场竞价 而由于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规模经济 光伏度电成本已经逼近燃煤电价 正在迈入平价上网时代 2020年 海内外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股价飞涨 反映了市场对光伏技术未来的乐观预期 经济歧视 如果承认全球变暖事关人类存亡 那就必须发展可再生能源 即便不承认全球变暖 但承认我国传统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 构成了国家安全隐患 那也必须发展新能源 但传统能源已经积累了多年的技术和成本优势 新能源在刚进入市场时是没有竞争力的 就拿十几年前的光伏来说 度电成本是煤电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若只靠市场和价格机制 煤人会用光伏 但新能源的技术升级和成本下降 只有在大规模的生产和市场应用中才能逐步发生 不可能只依靠实验室 实验技术在突破 若没有全产业链的工业化量产和技术创新 就不可能实现规模经济和成本下降 研发和创新从来不只是象牙塔里的活动 离不开现实市场 也离不开边干边学的企业 所以新能源技术必须在没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就进入市场 这时候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是对传统能源征收高额碳税或化石燃料税 增加其成本 为新能源的发展制造空间 第二是直接补贴新能源行业 第一种办法明显不够经济 因为在新能源发展早期 传统能源占据九成以上的市场 且成本低廉 对其征收重税会大大加重税收负担 造成巨大扭曲 所以更加合理的做法是直接补贴新能源 加速其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 待其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成本逼近传统能源之后 再逐渐降低补贴 同时对传统能源征税 加速其退出 40 因此 无论是欧美还是日韩 光伏的需求都是由政府补贴创造出来的 中国在开始进入这个行业时 面临的是一个三头在外的局面 需求和市场来自海外 关键技术和设备来自海外 关键原材料也来自海外 所以基本就是一个代工行业 处处受制于人 但当时光伏发电成本太高 国内市场用不起 在地方政府廉价的土地和信贷资源支持下 大量本土光伏企业在海外打价格战 用低价占领市场 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技术创新 逐步进入技术更复杂的产业链上游 以求在产能过剩导致的激烈竞争中占据优势 但由于最终市场在海外 所以一旦遭遇欧美双反 就从需求端打击了全行业 导致大量企业倒闭 但企业不是人 不会在死后一了百了 积累的技术 人才 行业知识和经验 并不会随企业破产而消失 一旦需求回暖 这些资源就又可以重新整合 2013年以后 国内市场需求打开 光伏发展进入新阶段 因为整条产业链都在国内 所以同行沟通成本更低 开始出现全产业链的自主和协同创新 各环节共同优化 加速了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 这又进一步扩大了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 更好的打开了国外市场 2018年以后 不仅欧洲双反结束 低价高效的光伏技术 也刺激了全球需求的扩张 全球市场遍地开花 我国企业当年开拓海外市场的经验 和渠道优势 现在又成了他们竞争优势的一部分 从光伏产业的发展来看 政府的支持和补贴 与企业成功不存在必然的英国关系 欧美日等先进国家 不仅起步早 政府补贴早 而且企业占据技术 原料和设备优势 在和中国企业的竞争中 还借助了双反等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 但他们的企业最终衰落 纷纷退出市场 无论是补贴也好 贸易保护也罢 政策最多可以帮助企业 降低一些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 但政府不能帮助企业 克服最大的不确定性 即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 发展出足够的能力和竞争优势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保护和补贴政策 最终会变成企业的寻租工具 这一点不仅对中国适用 对欧美也适用 但这个逻辑不能构成 反对所有产业政策的理由 产业发展 无论政府是否介入 都没有必然的成功或失败 就新能源产业而言 补贴了虽然不见得会成功 但没有补贴这个行业就不可能存在 也就谈不上在发展过程中 逐渐摆脱对补贴的依赖了 从光伏产业的发展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 东亚产业政策模式的另一个特点 强调出口 当国内市场有限时 海外市场可以促进竞争 迫使企业创新 补贴和优惠政策 难免会产生一些低效率的企业 但这些企业在面对挑剔的海外客户时 是无法过关的 而出口量大的公司 往往是效率相对高的公司 他们市场份额的扩大 会吸纳更多的行业资源 压缩国内低效率同行的生存空间 淘汰一些落后产能 41 当然 像我国这样的大国 要应对的国际局势变换比小国更加复杂 所以不断扩大和稳定国内市场 才是行业长期发展的基础 另一方面 若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手段阻碍落后企业破产 就会阻碍优胜劣汰和效率提升 加剧产能过剩的负面影响 地方政府竞争与重复建设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 会降低产业记录门槛 可能会带来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 这是在关于我国产业政策的讨论中 经常被批评的弊端 光伏也是常被提及的反面教材 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就算没有政府干预 也是市场运行的常态 因为投资面对的是不可知的未来 自由市场选择的投资水平 不可能恰好适应未来需求 尤其产业投资 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 没下注的还可以注足观望 但下了注的往往难以收手 所以投资水平 常常不是过少就是过多 若市场乐观情绪弥漫 投资者往往易拥而上 导致产能过剩 产品价格下跌 淘汰一批企业 而价格下跌 可能刺激新一轮需求上升 引发新的过剩投资 这种供需动态匹配和调整过程中 周期性的产能过剩 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产能过剩 企业才不得不在这场生存游戏中 不断创新 增加竞争优势 加速优胜劣汰和技术进步 加速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